破旧的小屋里 母亲正在为13岁的女儿竖胸 一番梳妆打扮后 母亲求菩萨保佑女儿 女孩名叫阿元 由于父亲病重 万般无奈下她要被家人卖到妓院 但家人的条件是孩子只卖场不卖身 三年后再回到家 这类人在1913年的上海被称为清官人 阿元被教父抬到了妓院门口 跳过火盆去过身上的晦气后 阿元正式走进了妓院 阿元标志的模样立刻引来了众妓女的围观 他们肆无忌惮地对阿元平头论足 老宝看到阿元天生丽质名目好指 不仅喜上眉梢 当即刺名小蓝春 由于心情抑郁 幼小的阿元从来不笑 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愚 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 但她有自己的长相 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 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 没多久变成了老宝的摇钱树 妓女们都有专人伺候 阿元也不例外 她身边就有一位姓孟的 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 孟阿姨经常给阿元讲述一些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 妓女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 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 然而阿元毕竟年龄还小 对青楼中的男欢女爱之事懵懵懂懂 隔壁屋中的小云姐做大人了 年过八旬的老头跟她睡了一夜 不想当晚就暴毙在床 小云惊骇万分 老宝却骂她不会赚钱 为此阿元还吓得得了一场大病 今天是阿元第一次出堂为客人唱喜 心中十分紧张 好心的孟阿姨尽力安慰她 使幼小的阿元心中踏实许多 革命党人夏之时在妓院与阿元不期而遇 飘然而去的姑娘 令夏之时眼睛一亮 一行人没有点妓女而是点了歌者 没想到却是阿元 阿元即兴唱起了击鼓骂槽 夏先生为她敲打鼓点 月满西楼一曲终了 胡琴再次拉起 此时此刻 夏先生的心中泛起了阵阵淋漪 出汗啊 出汗啊 向阵 东墙道 高枯叶 夕阳 登大帮我 唱得不错 唱得真有闻 一同山火若唐鸟 日子久了 阿元从他们的言谈中了解到这些人是同盟会的 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到日子久了过天草草上去天的主下要去治疗 我有心提之言 得到 冬去春来 孟阿姨看着渐渐长大的阿元 旁敲侧击的告诉她赶紧找个好人嫁出去 尽快脱离这个地方 这些话都深深的印在了阿元的心里 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 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 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寄院的人 为了躲避追捕 夏先生钻进了阿元的闺房 交谈中 阿元得知夏先生23岁就做了四川都军 不免暗生敬佩 情窦初开的阿元私底下与客人夏爷偷偷相爱 夏爷与老宝谈判想赎出阿元 黑心的老宝要敲诈他三千两银子 夏爷一狠心答应了下来 没多久夏爷的老家传来消息 他的结发妻子暴病身亡 面对求婚 阿元提出了三个请求 我本是梁家女子 虽说青罗三年 但至今清白一身 既然夏爷真心爱我 我只要夏爷明媒正娶 而且终身不为小 我答应你 说说第二件 我从小酷爱念书 可是酷于家庭贫寒 中断了私塾 我随夏爷去日本 请夏爷一定要送我去上邪 一定 你往下说 我被父母 卖进青楼 沦为官人 这与夏爷毫无相干 请夏爷不必花钱数我 我只要夏爷爱我就够了 我一定要自己挑出火坑 与夏爷成亲 请夏爷 务必等我几天 不管出了什么事情 你都要等我 面对心爱的姑娘 夏爷庄严地答应了 阿元回到妓院后 撑并不住她 这彻底激怒了老宝 为了教训她 老宝将她关在一间阁楼中 准备将她迈到下等妓院 以此要挟阿元卖身 面对险境 小阿元沉着冷静 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 她以吃面为由 趁着打手出去 机智地逃出囚龙头 向了夏爷的怀抱 阿元和革命党人夏先生 举行了神秘起富有浪漫色彩的婚礼 这一年的阿元只有十五岁 婚后没多久 阿元就随新婚丈夫 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把黑暗和夜色扔在了身后 向着自由和希望前进 我仿佛融化在大海和蓝天之中 第一次感受到自由和幸福 是多么的可贵 大海是那么的博大精深 蓝天是那样的辽阔高远 人生是那么的美好 我仿佛正步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现在想起来 那真是一段令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日子 芝石为我取名书英 字竹君 而对她自己再也不让我叫她夏爷了 从此我就叫她芝石 芝石 樱花之博 竹君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 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 为了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 竹君开始努力学习日文 从此开启了她的逆袭之路 你看我像不像日本女学生 男人担心当过静女年轻漂亮的老婆 在学校被人勾引 于是专门请了位日本家教 没想到日后家教先生竟在封闭的环境中 渐渐对女主人有了好感 这位是我的夫人董竹君 夏太太 真是非常年轻啊 谢谢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这么点小事 还用得着跟你商量吗 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以后你用不着去学校了 有松田老师上门教你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 竹君 请家庭教师要花很多的钱 这对你的学业会有帮助的 他以后专门教你日语和中国文化 你要好好学啊 来给松田老师倒杯茶 来吧 松田先生知识非常渊博 他精通中国语文和历史 同学们来家里做客 都十分希望竹君能够再次回到学校 就在这时竹君突然感到不适 来医院检查后竟被告知已经怀孕了 你已经怀孕四十天了 然而竹君并不是很开心 他反倒认为肚中的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由于丈夫没有跟他商量过要孩子的事情 他担心拖丈夫的后退 你自己的事情应该由你自己来做主 你的丈夫应该尊重你 是吗 千代医生在法国留过学 是个新女性 更是一个好大夫 董小姐 怀孕期间 首先要保持精神上的健康 懂吗 晚上竹君将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丈夫 丈夫非但没有责备 反而更加爱护竹君了 你真的怀孕了 太好了 我们的竹君要当妈妈了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那么忙 这小家伙来的不是时候 这这是我们的问题 来的是不是时候 怎么能怪他呢 竹君啊 这是好事 给我们下家 生个儿子 要是女儿呢 女儿 女儿我也喜欢 只要是你生的 我都喜欢 巧啊 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 1916年 她们的孩子出事了 穷儿的出事 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烦恼 我初为人母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 生活的十分充实 这天 丈夫将一封信交到竹君手中 旅日革命党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 要派人与国内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从没暴露过身份的竹君成为了最佳人选 竹君接过重任这一刻既兴奋又紧张 竹君告别丈夫和孩子之身来到中国 他在旅馆与久别的父母匆匆见了一面 三人紧紧抱在一起气不成声 别受苦了 二元啊 跟爹说说 咱们的小外孙 长得什么样子 你也没带上照片 给我们看看 是啊 是啊 他长得好吗 这次来的实在是太匆忙了 什么都没有空上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们都说 他长得像我 像我们阿元 长像我们阿元 那一定很漂亮 是啊 我们年纪大了 就想抱一抱小外孙 是啊 阿元 这次回来 多住两天吧 妈妈想跟你好好说说话 不能啊 妈妈 我这次回来 是帮着朋友办点急事 马上就得离开上海 什么 马上就得走 我这次是偷偷来约你们见面 以后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再来看你们的 见了就好 见了就好 阿元 阿元 夏先生 对你还好吧 好 他对我很好的 好好好 我们在日本生活的虽然简单一点 但是心里面还是很舒坦的 好啊 这过日子就是要个和和美美的 是不是他爹 那爹妈就放心了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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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妈 你们等一会儿 临别钱 竹军将身上的钱财都留给了父母 爹爹 这些钱 你拿回去打火酒 再给妈妈吃点衣料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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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就算女儿孝敬你们的 阿元 你呢 这个人家办事的 身上没钱不行 穷家富戮嘛 你一定要拿着 听话 拿着 这可不行了 你路上得花 爹妈还过得去 妈妈 拿着 你们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最终竹军出色的完成任务回到日本 由于饥饿他晕倒在了码头边 可心里却充满了喜悦 这天 女儿正和一个日本小男孩玩皮球 小男孩的母亲看到后立马将儿子拉走了 并在路边讥笑竹军 凭什么看不起别人 你们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要是觉得自己国家好 为什么还要到我们国家来 是因你们国家太穷了 想到我们这儿来过好日子 竹军的心被深深刺痛 他在痛胆自己国家落后的同时 也暗下决心 当他学有所成后一定要回国校里 虽然我的丈夫把我领进了一个全新 也是很有希望的人生 可是也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压力 就是在我们的婚礼上 我也受到了歧视 你是一个有尊严的女子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歧视你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当然也有贵贱之分 那些自甘堕落 自暴自弃 甚至于 做见同类的人 才是最低贱的 护法战争爆发了 丈夫即将被凤诏回国 竹军被院子里一个男人的销声吸引住了 想起了自己凄凉的出身 丈夫看到后却感到非常不适 一把将竹军压在床上 恨不得把他吃了 这个吹销人 销吹得这么好 不想跟他交个朋友 你想到哪儿去了 是他的笑声 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呀 是被音乐打动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 你也别当真 不乖 你这么年轻 有点想法也是应该的 我要是还是杜军的话 我就让秦吴斌 把那个吹销的家伙赶走 那你啊 就是大军阀 可恶 我还要对你约法三章 谁让你长得这么漂亮 以后啊 不许你说这些话 临行前 丈夫竟留了一把手枪给竹军 随后的一方话令竹军不明一经 睡觉的时候 放在枕头下面 用他防贼防盗 当武器 另外 我不在你身边 你应该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什么事情该想 什么事情不该想 一切 好自为之 丈夫走后 竹军约见同学相见 他不知道丈夫给他一把枪 究竟是为什么 说是要我呼声自卫 可又告诉我 要我好自为之 竹军啊 那是因为你丈夫爱你 太爱你了 他怕失去你才这么做的 你应当高兴啊 也许是这样吧 有些男人真的很奇怪 一些目标远大的男人 在和妻子的关系上 却又显得心胸非常狭窄 是的 但对我们女性 重要的是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在心理上要独立 假如我们不再依附男性 男性就不大会伤害我们 你说呢竹军 没多久 竹军从未见过面的公共病重 丈夫来信让他赶紧回四川王家 临行前 松田老师在屋中 为他上了最后一堂课 松田老师 感谢您教了我 您给了我许多知识 还有 您的人品 也给了我很多启迪 老师 您将是我一生中 难忘的人 一直对竹军生有爱意的松田 极力克制着自己澎湃的心潮 漠然呆立 东小姐 希望成为你一生的朋友 今后 无论何时何地 你有什么困难 请一定告诉我 请一定告诉我 可以说我一生中 可以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让他归国之路 随着公共的病史 竹军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 来到了仗所的四川老家 由于他低贱的青楼经历 婆家人对他冷眼相待 幸亏他早有准备 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 发给众眷属 笼络人心 这才勉强换来了一些笑脸 然而傲气的小谷子却不买账 他站着上房不肯给竹军住 甚至当面扔了竹军送给他的香皂 我的身子呀 不洗也是干净的 不像有的人 怎么洗 也洗不干净 就在竹军不知道将如何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和人际关系时 丈夫打完仗坐着专程回家了 这对久别重逢的恩爱夫妻十分幸福地相拥在了一起 此时的丈夫已被任命为晋国昭讨军总司令 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都要靠他吃饭 那个国华呀 是我晋母帮来的 家里没有女儿 她从小受宠了 有时候爱撒个娇 脾气也不太好 你多担待一点 我怎么会跟他一般见识呢 这些事情 对我都不重要 你对我好 才是最要紧的 其他的 我都不在乎 夏二爷拜见母亲 老太太却不认竹军这个媳妇 让他再娶一房正妻 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可不能让他坏了名声啊 让他做做家务可以 让他当家 让他当这么大一个家 那可不行 既然把他带回来 我们也乐意留他下来 但只能做你一太太 母亲 知识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您不用跟我谈什么门风不门风的事情 这种事我根本不在乎 我和朱俊已在上海结婚 孩子也这么大了 你同意也罢 不同意也罢 他既然 进了我夏家的门 那便是我夏之时正儿八经的太太 找老婆 我有我的标准 你们看不惯想不通 那就慢慢看慢慢想 谁让我们是一家人的 不是我看不惯想不通 是人家看不惯想不通啊 他们在外面传来传去的 多难听啊 我这个人吧 就是怕被人在背后直直点点的 如果你们真受不了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我和朱俊 搬出去住好了 免得我们大家在一起心烦 看少爷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这个家是靠着你的 我们是靠你施舍一口饭吃 是吗 你要是搬出去 我们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 母亲 在上海 我曾答应过朱俊 绝不娶她坐下 我绝不会做背信弃义的事情 母亲不要难为之师了 我我我我这是为哪一个呀 我潜心顽固的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呀 要真是为我好 就应该让我心里觉得痛快 这才是真为我好吗 那 那这样好吗 你死活要去她做老婆 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干脆就一子双挑 一子双挑 二少爷 你不是过继给二房吗 你原本可以娶两个老婆 两个都是大老婆 你娶了现在的太太 以后再找个好人家的女儿 结婚呢 别人就不会说啥了嘛 想出这样的办法了 你也不怕麻烦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绝不会再许第二个太太 如果 你们容得下竹军 我们就驻河江 要是你们看她不顺眼 我们就搬到驻地去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你把我的意思 跟大哥大嫂说一下 有了这样子强大的保护 谁也不敢当面对竹军说三道四 竹军开始全面融入下家的生活 他学习做泡菜腌腊肉 上德厅堂下德厨房 再加上她独特的夕阳气质 一副十足的当家人派头 由于她心地善良平易近人 因此狠得家里庸人拥护 接下来夏家发生的两件事 更是让竹军彻底站稳了脚跟 婆婆突然肚子疼得厉害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竹军用两片夕要踮起 治好了婆婆的胃壁 这天 几十个乡民冲进夏家 原来夏家大哥贪污地税 一事令民众纷纷不平 夏大哥还跑到二帝那里 要去搬士兵 行事一触即发 竹军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她断然卖掉了自己的首饰 为大哥顶了仗 最终在她的耐心疏导和劝告下 乡民们都散去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 董竹军在夏家站稳了脚跟 赢得了众人的夸赞 婆婆也认定了这个儿媳妇 同意董竹军为夏家的正房 但以前他们的西式婚礼不算数 必须重新拜堂结一次婚 这我倒听不懂了 我们不是在上海正式结婚 还拍了结婚照 举行过婚礼 还是文明婚礼 你没告诉他们 你知道 大哥和母亲都没什么文化 对新的那一套根本不懂 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你不到老家来拜堂 不在这里举行老家的婚礼 他们就不认为是正式成亲 他们一定要亲眼看到我们拜堂 你也不要太认真了 他们要拜堂 就拜给他们看 这样 他们心里就顺了 你就能够进词堂上政策了 今后 你在我们家就是名正言顺的媳妇了 这时 我们结婚已经这么多年了 孩子都要读书了 居然还名不正言不顺 还要重新拜堂 举行什么婚礼 也不怕你那些朋友笑话 跟你说了 还不是为了让家里人高兴吗 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们家人高兴 我们就要再结一次婚 这也太过分了 也就是有钱人 拿钱不当钱 拿人不当人 又来了又来了 本来事情很简单 让你想反而复杂了 那么大伙都不开心 而此时的夏家大小姐 见不得竹君豪 此活不肯让出正房 让他们当婚房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说你不是有自己的卧房吗 为什么还要占这间房呢 我要是不搬呢 难道 你们把我赶出去吗 国华 你跟我赌气没用 我来劝你啊 是为你好 我不想让你得罪你二哥 你看 你是被我们宠坏了 做事都没个轻重 你可不要忘记 谁是当家人 我们这个家呀 每日的开销用的 都是你二哥的钱呢 你想想清楚 二哥结婚 关不关你的事吗 连你这个做娘的都这么偏心 我就不信 我今天就得罪二哥了 我看他拿我怎么办 公华妹妹 你二哥一直带你不错 现在他要办大事 你也应该给他一个面子 再说了 他要是不高兴 我们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何必呢 大婚之日 一群人硬是拉着竹君强迫他开脸 要把他脸上的毛脱干净 新娘子是一定要开脸的 竹君哪见过这样的风俗 当场就被整蒙了 脸被弄得通红 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就在这时 丈夫的前岳父敬前来祝贺 竹君很是疑惑这种场合 他们为什么要来 接下来还有更离谱的 叶家来人啊 就是认可你是他们的女儿了 就填了房 你就做了下家的正房了 你不明白吧 过了几天 这办完了事 叶家还要用吧台大叫 把你抬回去 大宴宾 这就算回娘家了 夫妻二人拜堂时 竹君露出了一双穿着皮鞋的大脚 立刻引来了大家的指指点点 一双大脚 他穿买人的鞋 他也不怕疼啊 看起来好硬啊 拜过天地后 婚礼热热闹闹的举行了 可就在当晚竹君的洞房里 大嫂却阴阳怪气的 拿出一张一千元的收据 虽说你以前 在那种地方待过 可是我们家 还是把你收为正房了 唉 你是怎么出来的 我不太清楚 不过你大哥为了数你 还交给堂子一千块钱呢 这是收据 我拿着也没有用 你拿着吧 就当这事啊 没有过 啊 拿拿拿 竹君清楚地知道 当年他根本没有被赎身 而是他自己逃出来的 看着这张造假的收据 竹君内心深处的酸楚和委屈 一下子喷发出来 客人们都还没走 你怎么先回来 这位在日本求学五年的西式 而媳妇从此也卷入了 就是大家庭的复杂生物 没多久 竹君终于要挣脱 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束缚 随着丈夫率军北上成都 竹君被丈夫要求随之前往 竹君心里充满了希望 可就在这时大哥 却提出了一个 让他无法拒绝的请求 大哥认为竹君流过血 是个有本事的女人 决定把几个孩子 都交给竹君 让孩子们去成都 接受好的教育 根据你的大城市 去见见世面 我这心里 觉得特别踏实 大哥 只要你信得过我 再累也值 母亲 那我们走了 走好 好 走了走了 走好 走好 当心 当心 他要当心啊 慢点 之时率领全军北上去成都 我也得离开河江老家 大哥 要把小伯们都带上 希望日后 能得到我们良好的抚养 我也乐得去为他们分忧 好在 我能脱离这个封闭的大家庭 感到深深的解脱 从此 可以重新开始我理想中的美满生活 心里充满了喜悦 竹君本以为从此将过上理想美满的生活 可没想到来到成都后他人生的坎坷之路才当当开始 丈夫遭特务陷害被解除兵权 三千兵械拱手相送 面对这一变故 夏爷愤恨至极 竹君及时给予安慰排遣 经他亲自设计改造的夏府一片温馨景象 小桥流水亭和楼阁 丈夫也在这修身养性的环境中渐渐平静下来 在夏爷的生日晚宴上 他的老朋友杨将军邪夫人前来祝贺 今日一见果真是房子漂亮 人更漂亮 莫奖了 太太 我这么夸夏太太 你不会吃醋吧 才不呢 我也喜欢她 是田嫂吧 这么一个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女子 人见人爱啊 我觉得我们有缘分呢 是啊 夫人见竹君穿着洋装那无与伦比的气质后 对其大家赞赏 为了防止丈夫有非分之小 当场宣布要与夏家结为亲家 没想到一旁的丈夫却乐开了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夏爷因为无所事事 整日郁郁寡欢下 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 而竹君却为这个家操碎了心 大女儿发烧好几天 丈夫看也不看一眼 竹君为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夏爷认为为女儿花钱不值 直接让退了 有钱就得花了女儿身上 我看你还是退回去吧 诶 都买了怎么退啊 那就搬得离我远点 我听了心烦 这天竹君突感不适 来到医院查出怀上了二胎 丈夫高兴的只给了两天好脸 却因为竹君没有陪他打麻将 而再次打发雷霆 我让你来 你为什么不来 你没看到啊 我从早忙到晚 家里的大小事都对我来做 不就是打麻将吗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 听着说了 听着 从今往后 我让你来 你就得来 我是你丈夫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看着丈夫日益变化的性格 每当竹君想起和丈夫在日本求学时的欢乐时光 他便忍住了 妈妈 过去过 过去过瘾 妈妈 妈妈 你们乖不乖啊 随着二女儿三女儿相继出世 竹君更加忙碌了 此时小姑子为了逃婚突然到复了 决定长住在下家 没想到两个臭味相投的人很快变成了排有烟板 丈夫的行为给这个原本已有裂痕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冲突 由于操劳过度 竹君被确诊为三期肺病 为避免传染 她独自搬进了小屋 小姑子趁虚而入 与丈夫越发放肆 俩人整天沉醉于烟榻排桌 形影不离 而丈夫也从未来过一次小屋关心她 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 千万不要带孩子去老爷的烟房 你一定不要去那个地方 嗯 知道了太太 她曾经是那样的爱我 对这一切 我又能怎么说呢 庆幸的是 老天爷 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我的病 慢慢的好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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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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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吗 好 当竹君大病出于跑向院子和三个女儿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眼里已不经起满了泪水 妈妈 我想死你了 好孩子 怪孩子 妈妈 你的病真的好了吗 真的好了 老子公哥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国匪 长成大姑娘了 这段时间我都是自己管自己的 真好 安慰 还挑不挑食 有时候我要挑 有时候我不挑了 我不挑 梅夏阿姨 她给我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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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禁求当过金语的儿媳妇帮她处理一件难于向人启齿的事情 你那个大哥哟 半夜三更 从窗子里 爬进沛穷丫头的房间里去咯 大个丫头真惨咯 影视正出个娃娃来咯 深夜 竹军被一声惨叫惊醒 小丫鬟想要自杀 幸亏被及时救下 竹军劝导她肚中的孩子是无辜的 快三个月遵孽呀 第二天 全家谈论丫鬟和肚中三个月孩子的去留问题 都怪这个死丫头 看上去挺老实 骨子里是个骚货 这事情不能光说丫头 这丫头再不好 也是我们家男人爬到人家床上去的吗 怎么怪佩琼呢 虽然佩琼长得不算太漂亮 但是我愿意收她上房做仪太 可是有一个人硬是不肯 那我有什么办法 收起你这些屁话 你娶一个丫头做仪太 你把我放在那块 今天当着老太太和二嫂的面 我可把话说白了 要是她 她硬要这么做 那这个家就要出人命 反正不是我死 就是她死 总要死一个 你不要闹嘛 有话好好说嘛 周佩琼上房 你又不同意 她所非老家 还得花一笔钱呢 再说 她肚子里还有我们下家的玩呢 竹军看大嫂死活不同意大爷娶一太太 这边婆婆又想保住下家的主 最后竹军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我把佩琼带回去 你把佩琼带到成都去 带到成都去 过一阵子 要是她想回家 给她一笔钱 但是要把孩子生下来 她要是不愿意回去 在成都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人 成个家去过日子 孩子嘛 不管是男是女 都算是我们下家的人 母亲要是愿意要 我再给你送回来 如果 你们觉得我说的在理的话 那我就先这么做了 竹军带着大肚子的丫鬟回成都了 一路上对丫鬟照顾十分周到 当竹军风尘仆仆回到家时 却看到丈夫与小姑子吞云吐雾地抽着鸦片 不禁怒火丛生 郭华妹 很对不起 请你离开一下 我跟你二哥有话说 我就知道 我在这儿碍事 郭华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和你二哥是夫妻 我们之间总有话要说说 你说是不是 郭华 前两天有人给我带来两幅字画 放在书房里 你去看看 去啊 那好 我走 这次老太太还专门问起国华 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去 是啊 她也不能总住在我们家呀 她已经订了婚 听说南家已经印好了结婚帖子 你不能总把她留在成都吧 那个王家已经破败了 这种时候你还把郭华嫁过去 那么等于把她往后我给你推嘛 我是她哥哥 既然我知道了 我就不能不管 她要是不愿意嫁可以退婚嘛 退了婚就住娘家 她也不能总住在我们家呀 她也没说要在这儿住一辈子呀 你平时不是很能容人的吗 怎么就容不下一个自家的妹妹呢 不是我不能容她呀 是她太过分了 自从她住在我们家 你的烟瘾就一天比一天大 你们俩整天泡在烟榻上 再这么下去 这可怎么得了啊 这我出口烟有什么不得了的了 啊 我就这点爱好了 你还要限制我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这一点你就不如国华妹妹 她知道怎么体贴我 知道知道怎么让我快活 这时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说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本事越来越大了 回来你教寻我 滚出去滚出去 滚出去 竹军伤心地冲出雾门 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她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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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要找到你了 妈 爹爹 竹军的父母千里迢迢从上海到成都看望她 老两口的到来暂时缓解了竹军与丈夫的矛盾 为了培养大女儿 天还没亮竹军就将睡梦中的孩子叫醒 要陪她去后院的小屋练琴 孩子很乖 一生不想揉揉眼睛 揭开被窝擦把脸就跟着母亲走了 女儿的钢琴老师陶佑点先生是我国知名钢琴家 她有个独特的教学方式 就是让学生半夜起来练琴 而她这样做的理由则是夜半使人的心醉紧 非常适宜练琴 为了配合老师的方法 即便白天操持全家家务道很晚 竹军也坚持在半夜三四点时把女儿叫醒去练琴 辛苦的竹军欣慰的是女儿很乖 从未因为练琴辛苦也或任何怨言 母亲的坚持与女儿的刻苦练琴 许多年后竟成就了孩子 就是在这间屋子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夏国群 谁能知道 所谓的天才实际是日日夜夜苦练的努力天才罢 竹军忙于照顾三个女儿对丈夫偶尔会有疏忽 早上为丈夫更衣晚了便遭到一顿数落 这时啊这个家里里外外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从早上四点钟起床到现在连一口水都没喝 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 你做丈夫的也应该体谅体谅嘛 唉 谁要你清晨四点起来的啊 国群学钢琴我根本就不同意 一个女孩子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早晚不得嫁人啊 你怎么还这么看呢 现在这个时代啊女孩就应该受教育 要不她将来怎么走向社会怎么独立啊 大道理我懂 可有些道理啊在这个社会是行不通的 唉 好了好了 唉 我不想一起床就和你理论什么 一大早起来我也没劲给你理论 早饭都做好了 要不要我端上来喂你啊 老爷 眼看世道不稳物价天天在这儿 为了避免坐吃山空 竹军看到了两个商机 决定开办两个家庭作坊工厂以补贴家用 我想好了 而且摸了摸底 办个女子织袜场最合适 只需要仿杀机仿出羊杀来 再弄个织袜机 把沙织成袜子 就是市面上很流行的羊袜 这东西在四川不多见 要是流行起来 升入还是可以的 接 接着说 只是这事儿让我来管 你不用操心 我想再办个低价出租的黄毛车行 目前四川的黄毛车租金太贵了 只要我们价格定得合理一些 也是能挣钱的 竹军 你这些想法都是好的 我知道你心气高 现在社会环境就是这样 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你又是个女人家 要想办成什么事儿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是 我只想做一点我能做的事 要是失败了也没什么 要是成功了 不是还能给家里赚些钱 贴补贴补家用吗 你说呢 你要想干就干吧 丑话说前面啊 这种事情我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用你帮忙 只要你不反对就行了 你个女人家 你怎么老想做男人做的事情 竹军自己开了成都第一家女子织袜厂 丈夫对开场的事情却丝毫不感兴趣 只顾着抽鸦片打牌 你放开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抄了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你也不能再抄了 再抄 这个家就毁了 你 你放开 这是 你听着 我的钱 我想花就花 我卖房子卖地 也和你没关系 没多久 竹军的第四个女儿也出生 并渐渐长大 夏家是越来越热闹了 琴声读书声 还有工厂的机器声 真是生生入耳 可行 自己抄话吧 真是个乖孩子 妈妈早 妈妈早 国英早 女人五年连生四个女儿后 竟然又怀上了双胞胎 临产当晚 丈夫不管不问 认为妻子又要生个赔钱活 正在大烟馆抽鸦片打麻将 此时丫鬟急匆匆前来禀报 老爷 太太 太太 他生了 生了 生了一个少爷 你 你 你这 少爷 太太生了个少爷 恭喜老爷 太太生了个少爷 不要急 胡了 丈夫迫不及待的冲进产房 简直喜从天降一般兴奋 此时却被告知死了一个孩子 听你太太说 你特别喜欢男孩 那就恭喜你了 谢谢 夏先生 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发现里面还有一胎 不过这一胎不成熟 必须把它拨下来取出 所以就给他动了个小手术 进行了麻醉 要是不剥离 就会引起大出血和感染 那就麻烦了 这个苦 受得值 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儿子 医生 把我的少爷抱来让我看看 帐主决定好好庆贺一番 儿子满月当天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竹军看丈夫高兴 再次提出了想送大女儿去上海读书 到上海读书得花很多钱 一个儿子拜满月 倒花了多少钱 儿子女儿可不一样了 这事以后再说 男人兴致勃勃的和妻子孩子 照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在儿子面前显出了从未有过的慈父神情 儿子的出生也激发了丈夫做事业的斗志 男人决定独自出川探幕 已被日后发展壮大 临别时 竹军将他这几年经营工厂挣的钱 都让丈夫带走了 别忘了 暗示给我寄钱来 放心 只要我手头有钱就寄给我 然而几年过去了 随着四川时局越来越乱 几方军阀争权夺利搞得民不聊生 竹军开办的洋车行织袜场纷纷倒闭 望着废弃的织袜机 竹军心绪难平 眼看自己跟孩子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再三考虑下 竹军毅然决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成都去上海找丈夫 但他也做了一个日后非常亏对儿子的选择 那就是把儿子留在成都 你的儿子还小 带着他做长途旅行多有不便呢 儿子过节给丈夫的三弟做过防儿子 三弟家还没有孩子 我要是把儿子抱走 他们会很难受 可放在这儿 我又放心不下 这也算是我的一块心病吧 竹军本是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儿子接过来团聚 可他没想到与儿子这一别就是十七年之久 夏大明作为竹军众多子女中的唯一一个儿子 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孩子 对于儿子竹军一直心存愧疚 我走在这空落的大院里 这一切是那么的熟悉 又显得那么的陌生 我在这里千百个日日夜夜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心里 这里已经没有往日的喧闹 显得格外的沉闷和荒凉 人一辈子要走许多路 重要的也就是那么几步 我的人生又面临着新的抉择 那天晚上我做出了一生中又一次重大的决定 那是1929年 大江东去一泄千里 竹军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此时一阵丝干裂肺的穿江耗子传来 行教队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山崖上 一个个倩夫在与大自然进行着惊心动阔的搏斗 倩夫们拼命的呐喊 他们强烈的震撼着竹军的心 竹军带着对新生活的期盼回到了家乡上海 当他带着女儿路过当年生活过的鸡院门口时 不免触景生情 他不知道当年照顾他起居的孟阿姨如今怎么样 但他没有进去 竹军带着四个女儿找到了丈夫的住址 这令正在抽大烟的丈夫倍感意外 就在这时 小姑子竟不要脸的也从卧室走了 二嫂 郭花妹妹也在这儿啊 怎么这么没礼貌 快喊姑姑 姑姑 你们好 你们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弄得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先把东西放下到隔壁去 来 走吧 大女儿国穷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府中 最终被顺利录取 另外三个女儿也找到了接收的小学 丈夫知道后大怒 让她带着四个女儿立刻回四川 可是你不知道 现在四川乱成什么样子 不到万不得已 我怎么肯把孩子都带到上海来呢 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起码在这儿 孩子读书是有保障的 四川就没有书读了 啊 要读书 就一定要跑到上海来 国穷 要报考音乐专科学校 成都就没有啊 他喜欢 老师 又说他有天赋 如果不带他到上海来 那不太可惜了 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 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让孩子读什么书 上什么样的学校 像国穷这样的女孩子 应该考虑的是 将来找个什么样的人 再嫁出去 你把四个孩子都弄到上海来读书 看销有多大啊 这是 关于孩子的事情 我不想跟你说了 反正我们也谈不拢 这样吧 既然已经来了 就在这儿玩两天 然后 把他们带回四川去 小姑子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 不是我现在说你 老家的人 一直在为你担心 怕你娶了上海老婆 日后 给自己添麻烦 现在时间一长 你该看出来了吧 上海女人 怎么可能平平安安 稳当当的给你当太太 你现在生气发火 都晚了 竹军进退两难 好朋友劝他凡事想开点 最终竹军选择退让一步 你坚持 要把孩子带回四川 我也想了一下 这么多人在上海 开销势大 我就先依了你 我带国英和国张走 他们还小 需要我照顾 国穷和国秀 就留在上海 他们已经长大了 可以独立了 再说 他们在上海 又找到了 合适自己的学校 这一点 我希望 你也能依我 丈夫默认了 可就在这时 她看到大女儿和成都来的 进步青年在草地上 你追我赶 于是被彻底激怒了 丢人现眼 我下家的门疯得给你 霸坏禁了 你知道不知道 国穷啊 你就认个错吧 就说 下次听爸爸的话 再也不干这丢人的事 就行了 我没做错 当年 妈妈十五岁就嫁给了爸爸 难道我就不能喜欢一个人吗 你跟谁好都可以 就是不能跟大好 他是个危险分子 当年你也被人抓 难道你也错了吗 混蛋东西 你说什么 你在跟谁说话 你顶着谁呢 再给我点眼睛 给我跪下 跪下 跪就跪 反了你了 国穷 快起来 你 你干嘛这样对待孩子 快起来 放开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以做父亲的身份 在教训孩子 你做母亲的应该知道 给孩子做什么榜样 艾嫂 二哥正在说国穷呢 这事你就别管了 国华 闭上你的臭嘴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来管 我 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对待孩子 快起来 走 站住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把那个新闻的小子 给我赶走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 夏之石 温馨宁是我的客人 你干嘛跟他过不去 我 我就是跟他过不去 丈夫一怒之下 顺手拿起花瓶砸向竹鸡 幸亏没有打中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你 想这事 你好狠 滚 滚 滚远点 走 阿哥 都快滚 不信我支不了你 别火了老子 逐君忍无可忍带着女儿们搬了出去 在外面租了一间房 好朋友轮番劝告逐君希望他原谅丈夫 要不是当年夏之石带他出国 现在他说不定还在妓院呢 所以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的恩德 是啊 你们当初的结合多不容易啊 我还记得你们那次地下室的婚礼 你和亮公啊真是叫人羡慕啊 亮公当时还正在被敌人追捕啊 主君你呢 刚刚出苦海 你和亮公啊 真可说是患难夫妻啊 正因为有个患难 所以我一直非常珍惜 不管他怎么对我 我都忍着 想着他的好处 念着他的过去 可是傅大哥 我也是人啊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有我的个性 我不能 中年低头在他的屋檐下生活吧 他也不能走那么得孙进尺地欺负我吧 那天 要不是我和穷儿躲得及 那 亮公他 我的心 真的寒了 这个家对你我 都不容易 我希望这场风波 赶紧过去 你还是带着孩子回四川吧 我相信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和江大观天后的龙山 风水不错 我想在那儿盖庄房子 等完你们成家之后 我们就到那儿去养老吧 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 你永远是这个家的当家主妇 我们都已步入中年了 朱镜 我希望我们夫妻 能够白头到老 你应该做的我都说了 你应该做的我都会去做的 主公用 水 不错 你应该做的我都会去做的 只要你说的在里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 公园一角 经过日日夜夜的考虑 竹军两眼含泪的说了一句话 丈夫听后浑身一震 那你说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 我们分手吧 公园一角 竹军竟两眼含泪的提出了离婚 我们分手吧 这句话给了丈夫深深的震撼 他彻底慌了 没多久男人便搬来救兵 我对他董竹军可以说有再造之恩 你真是守着宝贝不绝的 现在你知道心疼了 有着蒋介石身边国师之称的戴季桃亲自出山 劝竹军不要走离婚这条路 两宫这个人我了解 他对女人绝不轻易动情 也就是对你才怎么专注啊 离开亮宫 你一个人在上海谈 这生活怎么维持 生活都成了问题 这孩子的教育 有从何谈起啊 关于我和知识的事 我也想了很久 不知情的人 无非是骂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 至于我和孩子将来怎么生活 想来想去 仰面求人 不如低头求土 只要能吃苦 不管怎么生活 总比在屋檐下终年受气啊好 看竹军不为所动 小谷子受二哥之托也找上门 可他却话中有话 希望两人赶紧分开 我二哥也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蒙住了眼睛 竟找了你这么一个不知恩德的人 国华 说起来 你也是有教养的人 我和你二哥的事 你老常在中间说谈道色的算什么 好了好了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 二哥要我来 我也不能不来 不管怎么说 你们的事情总该有个了结 丈夫深夜到访 他很难想象当年如此恩爱的一对夫妻 怎么会成了现在的样子 难道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情分 就没有一点值得你留恋的地方吗 你愿意将来儿子长大了以后 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吗 别离开我 别离开这个家 别离开我们的儿子 此时竹军竟感动地同意了两人不离婚 但他却提出了一个令丈夫意想不到的条件 你说不离婚就不离婚 不过 我们先分开一段 什么意思 分居 五年之后再说 真是人间奇温啊 我的老婆 居然提出要跟我分居 五年 你这次是在这五年当中你们在上海待着 我一个人回四川 是的 我想试试 靠我自己的力量 能不能养活孩子 能不能供他们上学读书受教育 你再说一遍 你再给我说一遍 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 这时 你不要这样吗 我应该怎么样 你希望我怎么样 好 不谈这个 我问你 五年之中 你靠什么生活 你靠什么供孩子读书 靠什么 靠什么 闹了半天 你到上海来就是为了跟我分居 我就不相信 你在上海有点是成经的本领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他不就是个拉洋车的吗 你靠什么在上海滩立足 面对竹军的话语 下之时冷嘲热讽 你要是能在上海滩上站稳脚 我下之时用手板心监鱼给你吃 丈夫和表妹乘船离开了上海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 从此董竹军独立地承担起生活的重压 为了维持生计 竹军竟做起了跑丹帮 跑丹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导演 通常这些生意人独自来回奔波于两地之间 以此赚取差价 竹军每天早出晚归 他从上海进火 跑到偏远的江南小镇上去卖当下的时髦产品 两地到处都可见到他辛劳的身影 那个年代的女子在外求生都是艰难的 更何况竹军身上背负着青楼的印记 竹军靠着自己的努力养活了四个孩子 除此之外 在他心中还有个绝不动摇的信念 就是必须让四个女儿读书 这天几个流氓来到地摊前好色地盯着他 真带劲 竹军一看来者不善 集中生智回应着丈夫 最终竹军的货物被轰抢一空 夕阳西下残阳如血 小镇码头上 屡遭挫折的竹军两眼禽着泪水 心中充满着愤懑 竹军疲惫地回到家中 远远传来大女儿练习大提琴的声音 这给了他无限的慰藉 生活依然窘迫 但竹军仍然乐观 虽然过得不富足 但他却享受到了真正有尊严的人生 他从未把悲观的情绪带着他的四个女儿 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你的琴是越拉越好了 那么耐听 这位老师叫的就是正规啊 妈 现在学校的学习 非常正规 教钢琴的老师是个白鹅 教大提琴的老师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学校的学习气氛也很好 这就好 这样妈妈就放心了 妈 你今天显得特别累 你吃苦了 妈妈不苦 只要你们在学习上进步 妈妈心里就高兴 妈妈心里就高兴 对了 明天国秀要参加学校的演出 不一定要穿绿色的背带裙 可国秀没有这样的裙子 他闹了很长时间 都不肯去睡觉 妈你先吃饭呀 不用 妈 吃完再找吧 我 我 有连异群了 太好了 我有连衣裙了 超美 太好看了 我有连衣裙了 我有连衣裙了 真好看 真好看 你看 别吵 妈妈姨没睡 妈妈 我也要连衣裙 妈妈 我也要连衣裙 妈妈 我也要连衣裙 别着凉了 妈妈 我也要连衣裙 好 妈妈给你做 郭雄 妈 早点不吃就上学去 我不吃了我不饿 你等等 四妹 让妈一下 既然你现在有权有势 我就麻烦你 帮我个忙 此时丈夫的大烟影 越来越大 她认为竹军为了赚钱 肯定在外面学坏 于是脱带即讨想办法 无论如何把她的四个女儿弄回四川 不然就打官司 在租来的小屋中 竹军精打细算 需要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又不至于让他们生活寒酸 因为自己有过开家庭工厂的经验 她决定在上海办一个沙馆厂 这东西在国内市场不多 大部分都是从日本进口 然而竹军在变卖最后一件首饰后 仍还没有凑够资金 此时她忽然想到了 小时候的邻居大哥哥龙堡 龙堡义无反顾地拿出了自己的家庭 我相信 我们俩一定能把这个厂办好 妈妈集资开放这个厂 钱是大伙凑的 不是妈妈一个人的 厂子办不好 对不起大家 工厂离家又远 厂子办起来以后 每天要走许多路呢 妈妈又是个女人 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办 所以妈妈才把你们三个送到物本小学 那是个教会学校 可以寄宿 住在学校里 妈妈 我们天天住在学校里吗 礼拜六可以回来 妈妈 你来接我们吗 妈妈 每天早上谁帮我出小便 晚上谁管我撒尿 四妹啊 你都这么大了 应该自己管自己啊 怪孩子 1930年 董竹军创办的群艺沙管厂正式进军实业界 这是上海当时第一家女子创办的工厂 丈夫得知竹军竟在上海开了工厂 断定竹军在上海被人勾引了 于是找到挚友 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戴季涛 想托戴兄把他的四个女儿弄回四川 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 要把竹军装在麻袋里扔到黄埔江里 然而丈夫身边的一些朋友恰恰都很尊重竹军 有一位大人物日后还对竹军进行了表白 带委员打听到了竹军上海的住处 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竹军 批评夏之时是个糊涂蛋 竹军每天要倒三次车去扎北的工厂 还要跑销售 看竹军没日没夜的苦干 戴季涛很是心疼 此时他突然从包里拿出了一千块钱 和一封推荐信交到竹军手里 这一千块钱你拿着 不 我不能要 我现在能够应付的 真的 你先别推刺嘛 啊 哎 这样吧 就算我也残骨 要赚的话 带我也分点 亏了嘛 就算我倒霉吧 啊 行吗 戴季涛临走时在三叮嘱竹军去找信上的人 你拿着我的信去找他 说不定 还能打开一条销路呢 竹军带着信件找到了荣德生 荣德生是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在他名下一共有十二个面粉厂和九个沙场 被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竹军拿出介绍信和厂里生产的沙馆让先生看 荣先生对其大家赞赏 这个沙馆是你们自己生产的吧 完全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你们厂有多少人 什么时候办的 一共一百三十来人 也是刚办 还请荣先生多指教 百十多人的小厂子 初办不久 就生产出这么好的沙馆 还让人难以置信啊 荣先生 你能满意 我真是太高兴了 董太太 沙馆是很好的 但是 还不是最好的 实不相瞒呢 我们从来用的都是最好的沙馆 荣先生并没有给竹军机会 工厂的效益也并没有多大好准 只能勉强维持开销 直到有一天 竹军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一批华侨来到上海 专门寻找有价值的小工厂投资入 一位名叫陈清泉的南洋华侨出现在了竹军的工厂 我们这个厂半厂时间不长 销路主要是中小企业 像同样的产品 比日本进口的要便宜三成 一开始人家不知道你 那就多跑跑 生意是跑出来的 现在销路还可以 再到那边看看 董女士不仅创建了这个厂子 而且管理的精进有条 真不容易 陈先生过奖了 我们一起来的同行 都说你的谈吐很实在 人也很可信 他们都在考虑投资参股的事 谢谢 谢谢诸位的支持 厂子刚办起来 水平不算高 应该讲讲清楚 资金多一点 设备就可以更新 产品质量就能上去 将来发展前景还是看好的 要是 要是没有人投资参股 你这个沙管厂 还要不要办下去 能办下去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 不办也不行 目前正是我们摇紧牙关的时候 可我为什么说前景看好呢 因为我们的沙管是有市场的 对不起 我说个题外话 我听说 你的家庭也是官宦之家 也算是很富有的 你为什么出来办厂子 难道是生活所迫 男人十分钦佩竹军的人格和魄力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在了解竹军的家庭情况后 男人的内心竟情不自禁有了爱意的萌生 他决定投资入股帮助竹军 一家子 当先生的 就怕自己的太太跟自己谈平等 陈先生 我家里的孩子 还在等着我呢 参股的事情下次再谈 听说你的孩子都非常可爱 那天我去看看他们 好 再次欢迎你来 好 再见 好 您请 在这儿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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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给陈叔叔叔闹了 孩子们 快过来 快走 好了 太好了 吃了这么多的汗 董太太 你这几个小朋友真是可爱极了 还可爱呢 烦都烦死了 你要是嫌烦呢 我可把他们都带走了 咱们吃兵器链去 走 慢点 妈 你今天有应酬啊 还是那几个菲律宾客人 到庄伯伯家做客 庄伯伯叫妈妈过去一趟 陈叔叔也在吗 他们是一起的 我要是不去啊 他们会上来 咱们家现在啊 还不能应酬客人 陈叔叔到底是干什么的 好像跟我们家特别熟 他是庄伯伯的朋友 是南洋华侨 在菲律宾开了一个马场 这次啊 有几个人 穿过妈妈的沙馆场 就是陈叔叔鼓动的 他这个人啊 很爱闹 还是很有童心的 妈 我好长时间 没见你这么挑衣服了 也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陈先生 董太太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要走 来看看你 你请坐 离开中国前 他一个人在宾馆用餐 陈先生一杯接着一杯的喝着闷酒 我真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 后悔跟你认识太晚了 自从认识你以后 你的人影老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怎么要挥之不去啊 哎呀 陈先生 你不能再喝了 你喝多了 不不不 你不要劝我 董太太 我的妻子是菲律宾的当地人 我们都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 你懂吗 陈先生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和我一样 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不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没有喝多 不 你喝多了 我还要说 你对人诚恳 对人诚恳 已成相见的人 总会有很多好朋友的 你虽然来上海的时间不长 可我们彼此之间都能相互理解 这一点对我来说 真是太宝贵了 以后 你再来上海 我们还是好朋友 你千万不要因为别的原因 而为难自己 留下太多的伤感 你应该生活得很快活 那好 那好 为我们的香食 干一杯 这杯酒我一定喝 竹军 竹军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他苦心培养的沙管厂竟会被日本人炸毁 几乎成为废墟 震惊中外的128松户战争爆发 陈先生也误了回南洋的飞机 为了恢复工厂 陈先生决定带着竹军回厦门老家筹集资金 陈先生的弟弟希望竹军能够去他们学校进行一场演讲 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 我肯定讲不好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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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女士 就讲128轰炸 十九路军抗战 你去讲 肯定能讲好 然而在这次演讲中 竹军竟对隐藏在学生中的特务举报 我 学校方面 让我来演讲 本来 我是想推辞的 因为 我不擅长演讲 可是今天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我亲眼看见的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我要把上海的128战士 对各位做一个宣传 我要呼吁各位同胞 认清日本侵略者的凶恶面目 团结一致 坚决抗日 竹军因为发表抗日言论 被当地警局通报追捕 陈先生担心竹军的安慰 连夜将竹军送回了上海 十九路军打胜仗了 进步民众燃放烟花庆祝 住在楼上的进步青年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竹军家做客 龙太太 这包东西在这先放下 两人刚坐下 没想到男孩竟被租借探子登踪 探子们在竹军家中搜出了宣传材料 要将两人都带走 这些东西是我的 是我带来的 放在这里的 你的 你的东西放在这干什么呀 你是他的同党吧 给我带走 走 上哪去啊 你还嘴硬啊 让你上哪就上哪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激南大学的学生 来这里串门的 十九路军打了胜仗 大家都开心吗 是啊 少废话 一起带走 看竹军不像共党 探子决定敲诈一笔钱 大家行个方便 你拿两千块钱 我就把这东西给烧了 大家没事 我没钱 没钱呐 没钱 你哪买得起这些皮大衣 还有这钢琴呢 走 快点 走 不过我告诉外公美婆 我不会有事情的 快走 快走 别走 再不连你一起撞 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 恼羞成怒的探子 将竹军投入了监狱 大女儿设法营救母亲 然而由于没钱 连看妈妈一眼都很难 我太死了 我太死了 穷儿 你还打了 没有 他们不敢把我 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穷儿 几个命令还好呢 好 妈妈您就别操这个心了 家里钱够用吗 够用 怎么会够用呢 我这段时间没去上课 我到人家家里交琴 国穷靠给人交钢琴 担负起了照顾三个妹妹的众人 只能给母亲请了一位价格最低的律师 知道 他们抓你来是为了什么呢 定罪 怕我的行 你倒是有什么罪呀 我请你来 就是让你替我辩护的 我替你辩护 辩什么护 谁请我辩护 上哪儿辩护去 扯淡 知道像你这样的情况 要探几年吗 五个月 五年 别说五年了 就是五个月 那也不行啊 我家里还有这么多孩子呢 对对对 解爱解爱 太太 一定要解爱 听说你做个都军夫人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有嘴滑舌的律师让竹军抬出自己是都军夫人的牌子 逢人许愿 出于后给他们钱 并且往大里吹 你就是都军夫人 你就把这顶帽子顶得高高的 上海摊有多少来路不明的骗子 都可以堂而皇之的骗子 你是堂当正正的多军夫人 有什么拿不出手的 我拿什么出手 你可以许一万呢 你把补房上上下下的头部都给贿赂到 你要敢说呀 他们要八百你就给两千 他们要三千你就给一万 你要尽力去吹呀 把他们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把他们的脖子撑得长长的 哎 哎 这就好办了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这帮货子啊 哪一个不是王九他哥哥 王七他弟弟王八蛋 董太太 在上海摊要想办成点事 嘴软了可不行 你要一定得尽量的去吹 这剩下的事我就替你包圆了 明白吗 竹军最终得以解脱 这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丈夫 对他更加仇恨 我那几个孩子 他是要毁在他手里了 竹军刚回到家 丈夫决定以拐卖儿童罪 将他告上法庭 逼他交出四个女儿 为避免节外生枝 竹军听从律师建议 被迫带着孩子们来偏僻的农村 躲避丈夫 没想到却碰到了一直跟踪他们的管家 其实老爷心里很清楚 只要孩子回到了四川 太太你肯定会回去了 老爷真是用心良苦啊 他日夜都在思念着太太 秉章 不管你们老爷心里怎么想 他这种做法就是落井下石 我是蹲了尖 做了大牢 可他下之时 没有给孩子一点帮助啊 这会儿 又派你们穷追猛打 逼得我们母女四处躲藏 他这样做 无非是想让我乖乖地回四川 给他下跪 给他认错 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对的 我带女儿出来 是放了大忌 秉章 我带孩子来上海 是为了让孩子受点正规教育 你们老爷 本来就重男轻女 要是让孩子们 再在那个大宅院里住下去 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我不说你也知道 没多久 竹军就遭遇了人生最惨的时刻 竹军的沙馆场被日军炸得面目全非 就在这时 一个名叫张云青的前卿举人有兴趣投资 接下来 上海翻戏党上演经典一幕令竹军有理难辩 张老头和他的侄子决定凑逐一万元入 竹军十分高兴 然而风云突变 没多久老头告诉竹军 陈豪炳是个花花公子 当死了大哥就侵占了家产 这个陈豪炳简直是个畜生 他哥哥的尸骨未寒 他不光占了哥哥的财产 还霸占了他的嫂子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 这些天他在上海又被这花花世界给迷住了 整天到堂子里花天酒地 带来的十万块钱流水一样的花呀 再过几天 我恐怕他连自己买棺材的钱也会花光了 更不要说他答应投资群艺沙馆厂的股份 眼看投资即将成为泡影 为了逼弃投资老头决定与竹军设赌局准备迎成公子的钱 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两全其美嘛 竹军找到合伙人龙堡想要参与这次赌局 老头子说让那个陈豪炳自投圈套赢他的钱 这钱算姓陈的不可买 不 这些钱都白赢 老头子讲也算一点股份 聊给他嫂子孤儿寡母 要是输了呢 老头子讲他设赌局不会输的 酒以上为大 酒以下为小 拆大拆小 请下注吧 大 大 小 前几局竹军手气很好 连赢四局 眼看钱都输给了竹军 此时成公子气的拿出皮箱 里面全是哥哥的遗产 接下来的几局却开始反转了 竹军连输很多局 再输下去本就没了 竹军紧张的出了一头汗 眼看钱快输完了 此时老头上阵 运气又到了老头这边 最终赢了两千块 结束后 竹军来算账的时候 被赌场员工的一番话当场震住 老先生今天做庄稼 已经把昨天输给程豪炳的两千六百元 搬回两千元了 如果再来几局就可以翻本了 可是那个家伙他不来了 唉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 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 也就只好和他结账了 下次再找机会做他 你给我打仗六百块钱的支票 给那别三 老先生 这账上只剩下两百元了 这 张先生 实在是过意不去 为了群艺场 让你破费了 剩下的四百元 我设法尽快的还给你 不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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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军非但没有赢到投资的钱 还弄得个鸡飞蛋蛋 律师文讯赶来 告知竹军那些人很可能是上海翻戏党成员 那些人通过建立虚假的感情关系 使受害者陷入圈套 被骗之后却无处投诉 他们对人反而细致 因此被称为翻戏党 竹军为自己走到这一步痛悔不已 你别看那整箱整箱的钱 那都是假钱堆起来的 你说你 我懂竹军 怎么走到这一步了 看母亲没日没夜的工作 三个上小学的女儿竟被着竹军挣起了钱 这天一位大叔看三姐妹挺漂亮 于是拿出一些钱让他们穿上新款裙子去做童装广告 从那之后孩子们也没心思好好上课 竹军知道后狠狠地责骂了他们一顿 二妹却不服 每个星期让你们坐那么远的船去干什么 让你们去念书去学本事啊 国秀你说你有钱不拿出来你想干什么 我要自己挣钱交学费不要你管 好啊小小年纪就不要妈妈管了 你以为我管不了你的 让你们不说你们不好好就说 你们对得吃谁啊 你们怎么不听话呢 你们不听话 把我气死了 你妈快不行了 你爹爹救你赶紧回去 乌漏偏逢连夜雨 竹军的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脚 从此一病不起 在痛苦中撒手离去 眼看五年的分居时间到了 此时丈夫也来到上海 她真诚地希望竹军能够回心转意 带着女儿跟她回四川 大明儿她还好吗 亏你还能想起儿子来 你也算是她的亲生母亲 你说的对 对儿子大明 我是欠她一笔母子情 你就不劝我的吗 好端端的一个家 吃不愁穿不愁儿女满堂 现在被你搅得个是鸡犬不宁天各一方 你是怪你自己不甘计我 从来不想想家庭伦理 你还说为人妻为人母 你就这样为人妻为人母的吗 这时你说的都对 为人妻为人母 我是做的不能让你满意 唯一让我了以自慰的是 身边的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都还不错 郭兄的钢琴演奏得很出色 他还选秀了大提琴演奏课 每年都得到学校的嘉奖 有时候还能出去教教钢琴贴补家用 你从四川派人逼得我们四处躲藏 家里的开支都是国雄挣的 国秀 国英 国章的学业都很好 在学校算是出类拔萃的 说起大明儿 我确实有愧 你怎么说我 我都认了 作为一个妻子 这几年来 一直不在你的身边 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 可是这时 我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中去了 所以 我真心地劝你 再找一个太太 可以整日地在你身边伺候你 关照你的生活 够了 照你这么说 大明也不能留在四川 也要跟着你到上海来 我就闹不明白了 为什么孩子非要跟你到上海来才有冲息 我再问你一句 他们就不能跟自己的父亲到四川去吗 这时 你错了 在我们父母之间 孩子们是有权力选择的 好在他们都大了 你放心 谁要是愿意跟你回四川 我绝对不阻拦 你这次就可以带他们回去 你这次就可以带他们回去 这是你托品星 烧来的钱 都在这儿了 我母亲已经安葬了 这钱你留着用吧 上海开销大 钱 留着孩子们花吧 这些年 我们在上海 没用过你一分钱 现在你想起他们来了 我要是养活不了他们 早就回四川了 竹军 今天请你来 是希望我们之间的事情 能有个了结 我看 我们还是离婚吧 说到头 你还是要离 不要忘了 你是谁 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没有我夏之石 你抖出去能有今天吗 夏之石 你总算把你藏在肚子里许多年的话说出来了 是 我是从堂子里出来的 我是故人消遣的歌女 记得孟阿姨对我说过 凡是用钱 从那里被人赎出来的 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 因为她这一辈子 无论你怎么做牛做马 你永远还不清这笔救生债 我正是因为听见了孟阿姨的话 我决心自己逃出来 夏宜 我再喊你一声夏宜 我告诉你夏之石 我董竹军 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 我自己从堂子里跑出来给你完混的 那我这一辈子 就还不起你的救生债吗 签好离婚协议的那一刻两人百感交集 回想当年在嘈杂的妓院里 竹军的容貌和歌喉令男人怦然心动 面对眼前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 竹军也不经情斗出开 心里满满都是爱的幻想 分手时男人与孩子们见了面 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丽 夏之石感慨万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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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章 国英 爸爸 真是女大十八变 你们还记得四川有一个小弟弟吗 大远记得 大明弟弟 大明弟弟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他想不想来上海 大明弟弟已经给了你三叔了 以后他得听三叔的 就连你爸爸也管不了了 我们的弟弟干嘛要信给别人 等以后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竹军的父亲病倒了 泥流之际 父亲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女儿 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看到孩子要转大运了 一年不到的时间 董竹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 他欲哭无泪 仿佛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 所幸他的人生之路上总有贵人相助 就在这时 丈夫身边的挚友带着两千块钱来 甚至向竹军表达了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爱意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现在朋友也不多了 反正在我心里 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 谢谢你品心 那就让我们永远是朋友吧 你以实为天 你有没有想过开一个饭店 我从来没想过 开饭店 要跟方方妹妹的人打交道 我一个女人家 应付不来啊 我看哪 你能行 他建议董竹军开家饭馆 苦难到了极点 终于有了转机 接过钱的董竹军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此时在他心里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再拼一次 红烧大杂烩 味道丰厚实惠 米粉激入味不腻 清炖鲫鱼鲜嫩可口 上海市场 以广邦菜口碑不错 食客也较多 原汁原味 但纵观广邦菜 大多千天一律 用具陈旧格调偏俗 美感不够 客源渐少 川菜也有一定的市场 但上海人吃川菜 又不能与川客等同 川菜的口味 应该根据食客的口味 分别为 重辣 清辣 微辣 甜辣 麻辣 咸辣 苦辣 就上海食客而言 应以 清辣 微辣为仪 点心 以淮阳风味为上品 上海办食店 应博彩重肠 既有邦菜特色 又要结合上海人的口味和饮食习惯 上海这个地方是个大商部 中外食客云集 饭馆林立 要在这里开饭馆立足 那就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不可硬套 切记 切记 其他都张罗得差不多了 唯独饭店名字还没定 竹军在翻阅书籍时 忽然想到自己和唐朝著名女士人薛涛是如此的相似 同样幼年沦落青楼 孤苦伶仃 薛涛曾写过一首诗 旺江楼上旺江流 人字旺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 江生不断古今愁 于是饭店就取名诗中江水的名字 井江 这儿摆一张琴桌 上面放上鲜花 再做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君若满意 请告诉朋友 君若不满 请告诉我们 嗯 好 好 这两句话好 可是 按照董先生的设想 价钱不低啊 这原来的钱数就不够了 用料 一定要精打细算 但是档次不能降低 成本可以高一点 好 本来嘛 开店的钱就是借的 那就再借点 多借少借都是个借嘛 我的本意 是要把饭店 办的档次高一点 将来 让大家都认为 在上海滩吃饭 只有到锦江 才是最上档次的 谢谢 谢谢 1935年3月 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 竹军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成为了当时上海滩最成功的女老板 1935年3月 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 也就是如今享誉世界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前身 开业当天鞭炮齐名人声鼎废 杨司令都来了 我能不来吗 请您请 二位请 竹军在包间宴请二位 初出茅庐的上海商界女人 与黑帮老大杜月生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即将浮出水面 像这样的小间 殿堂里也是不多见的 这特别间也就是专门为您二位准备的 董老板 不要太客气了 我还会再来的吗 金家母啊 你留住了杜老板 那可是留住了财神爷了 来来来 请喝酒 锦江川菜馆一泡走红后令竹军信心大增 开业不到两年风头 甚至压过了新鸭等老牌高档月菜酒家 在这儿我恭喜各位啊 谢谢 生意好 大家多高兴 以后啊 就立个规矩 每月十七号发薪水 满十天发一次小费 立马 按收入提成 这个月账房都算好了 待会发给大家 好好好 谢谢董先生 来来来 谢谢董先生 请坐一下 开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应该坐下来想一想 哪些菜好卖 哪些菜不好卖 比如说 大唐大唐来的客人 都是不轻易上管子的 来一次啊 就要吃饱 所以大唐的饭菜啊 量可以足一些 可以让些力 让他们花钱不多 吃饱吃好 小间的客人 多为品菜百括而来 菜呢 要做的精一点 做的好 量呢 不必太大 利润可以高一点 他们不在乎 对他们这些人 我可以对你们说一句 叫他们来吃一顿 就要让他们 一辈子都忘不了井江 另外呢 这些人啊 还特别要面子 我们要让他们满意 让他们里里外外 都有个面子 啊 钱师傅 菜单啊 要不断调整 慢慢形成我们的特色菜 看家菜 对 知道了 再就是 每一桌饭菜的单子 要三连俱全 不能少 账目 我会经常检查的 还有啊 就人多的时候 我们唐官的声音啊 不要太吵 啊 热情是要有的 太吵 让人感到烦躁 人家吃饭上馆子 不管花多少钱 是来买享受的 再说 上海这个城市 是有西洋作风的城市 我们这里 也竟然有外国人来吃饭 不要搞得像个小菜场似的 对对对 放心吧董先生 别说紧张了 我们中国人 也是要脸面的 对对对 好吧 大家领钱吧 然而要想在上海滩 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 竹军每天 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 还必须面对当时 上海滩的各种势力 这天 就当地匹来饭店捣乱 为首的自称是 黄金荣的干儿子 在当时的上海 黄金荣张孝林 和杜月笙这三位大亨 组成了上海滩实力最强影响力 最大的新式流氓黑帮集团 干儿子砸了殿堂 锦江的厨师搬出 竹军和杨司令是亲家的关系 抄起家伙引发了一场斗殴 竹军回到餐馆后 心里憔悴 黄金荣得知干儿子砸了 井江后很生气 你们到那去干什么 那是你们去闹的地方吗 那个地方跟我们是不搭界的 管他搭界不搭界呢 对了 他们拿出杨虎的牌子来吓唬我们 讲什么他们老板娘是杨虎的亲家母 背份比我们还要大呢 所有才懂得打他们的 哼 他们用杨虎来压我 对 他们那个老板啊 那口气大了很啊 所以我才动手的 黄先生 锦江饭店的老板董竹军求见 就在这时 竹军本着冤家一解不一结的原则 亲自带着两个厨师来到府上 并送上精品特色菜招待 竹军拜见黄先生 不敢不敢 请 董先生请 我黄某经常听岳生说起你 说你是上海滩上大能人啊 我手下人有眼无珠 不知道天高地厚 对董先生多有得罪 还望董先生多多饱喊啊 哪里哪里 也是小店招待不周 还请黄先生多多原谅 董先生 都准备好了 以后 还希望黄先生和你的朋友经常光临小店 我一定好好招待 竹军愿陪黄先生喝一杯 我一定光顾 黄金荣很是佩服眼前女子的气魄 然而一场风波刚平息 景江的厨师长却开始不服气了 要不是他做的菜 肯定不会有景江现在的辉煌 被你认对的海参 还是可以用的 嗯 这怎么用啊 切碎了 放在酸辣汤里 这样 说起来汤里还有海参 当时不就提高了吗 唐唐紧将川菜馆 就要靠节约这点来发财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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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这个 就是没有派出 这生意做不大 竹军在查账时竟发现昂贵的人参鲍鱼都对不上手 果然 厨师长不止一次的网家偷拿高级食材 被当场抓住了还不知羞耻 董先生 我 你看 店里 好吃的东西不少 鱼是海参燕窝 猪排牛尾火腿 如果 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拿的话 这个店还怎么开 董先生 你要是说这些 就不上路了 店里的生意 这么红火 没我大厨的功劳 也有苦劳啊 哎 这点东西 算什么呀 何况 你给我们的也不多呀 哦 你是说我奖赏不够是吗 我看 不是奖赏不够 而是就不该赏你 像你这样多拿多战 破坏电规的人 我就不该给你发红包 应该请你走路 好啊 我现在就走 拿去 董先生 我 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 看在我们 一家老小的份上 给我一口饭吃吧 不行 最毒夫人心 看你这店还办得下去 我给你走 竹军毫不留情的解雇了两位大厨 这大厨二厨都走了 老板今天生意还做不做了 就是啊 这怎么办 生意照做 我来掌烧顶半 由于找不到正宗川菜厨师 竹军亲自下厨 并且三天不下灶台 没多久竹军从四川请来了掌烧师傅 并以此为契机整顿电武 使锦江的面貌焕然一新 韭菜行业的人都知道 我们锦江是工作认真 服律待遇高 纪律规章严明 但是发现有谁违反电规 责罚起来是毫不留情面的 前面走的几个厨师就是例子 我希望大家要有互助精神 另外不要赌博吸毒 对工作不光要认真负责 我还要求大家要创新 比如你是厨子 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 这川菜中的官场酒夜 和民间用菜有什么不同 它们之间 能不能把它长处结合起来 加以改良 再比如说 家常菜和特色菜 能不能结合起来 要注意色香味美形的调和 讲究刀法 另外呢 还要美化装置 让中外人士 南北顾客 都喜欢我们锦江的菜 为了有个保护伞以便将来发展 庆家杨司令劝竹军加入国民党 然而竹军心里自有意敢称 其实 女人也可以参与政治的 我就是中统 我还打算参加议员竞选呢 书经啊 我哪有你这样的本事啊 我天生啊就是伺候人的 你呀 来喝酒 看到后厨每天都要浪费很多食材 为了救济穷苦人家 竹军让师傅们将菜再热一遍 专门在锦江菜馆后门开了个镇际通道 每天晚上都为穷苦人提供食物 这天 当竹军为乞丐们打饭时 净意外发现了当年在妓院伺候他日常起居的孟阿姨 看到双眼失明的孟阿姨 竹军浑身一颤 妈妈 女孩就要被有钱的大爷竞驾抢占第一次 孟阿姨担心老宝逼竹军接客 让他尽快找到男人嫁出去脱离这个地方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没什么 我看看 哼 我早就看出 他是大人 就是在那一年竹军逃离了青楼 和他喜欢的男人私奔了 太太 听说 这个饭店是你开的 这个饭店的饭真好吃 真好吃 真好吃 快 老妈妈 快趁热吃了吧 快吃吧 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啊 太太 您 您这是积德呀 你好心 会有好报的 会有好报的 我不客气了 见到孟阿姨的那一刻 我的心在滴血 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从老人的脸上 从老人的脸上 我看到了喜不尽的人生苦难 和内心酸楚 滴水之恩 但永泉相报 他就是我的亲人 我要为他养老 为他送终 竹军凭借王熙凤的能干结和平儿的温婉 在藏龙卧虎的上海滩先后 创立了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 竹军也成为了当时的商界女王 当然这也离不开他手中的两张王牌 左右护法分别为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生和警备司令杨虎 这天杜月生前来用餐等的不耐烦了 就只是房东再给锦江餐厅几间空房 房东不敢违抗 只好腾出几间空屋来 为了扩大营业规模 竹军仗着杜月生这个大靠山 决定先斩后奏 在法租界破天荒的搭了个天桥 我们就借他这棵大树 大的胆子先坐下来 董先生的意思是先斩后奏 先搭起来再说 当局强令其拆除 迫不得以下竹军拜访了杜月生求他帮忙 杜月生没想到董竹军胆子这么大 你们把天桥已经搭好了 是啊 接下来竹军身边出现了第三张王牌 这天一位重要的客人来到锦江餐厅 此人正是法租界张艺术秘书 董竹军舍命陪君子 联合一斤百酒 将男人收拾的服服帖帖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能干的女人 而且还有这么好的酒量 张先生真是过奖了 竹军不敢当啊 哪里哪里 阿相 快 把张先生扶上车 好 先生请 每几天过街天桥的事就解决了 一伙傅家子弟拉来几个妓女 在锦江大厅里唱堂会 被竹军严厉制止 为什么别的饭店可以 你们饭店不可以啊 一个店有一个店的规矩 别的店可以 你可以到别的店 我们锦江不可以 要是我们今天硬是这么做呢 那就只好请你们出去了 要是我们兄弟硬是不走呢 那就只好关门停业 上法庭打官司 好 好 好样的 今天倒是一睹锦江女老板的风采 我怎么听说你也是堂子里出来的 你怎么连堂子里的规矩也不懂呢 男的就那么健忘了 你娘的嘴里说话干净点 龙总 这位先生 看上去也算是有身份的人 请你放尊重一点 这是在我的店里 不是在堂子里 那我再问你 今天要不是我们几个 要是杜月生老板来 你让他叫这个堂太 别说是杜老板了 就是杜老板的爷爷来 也不用破规矩 什么他妈的规矩 老子交了钱想干嘛就干嘛 这位先生 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规矩 那我去告诉你们 家有家法店有店规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 我店的规矩 就是这个店的店规 无论是谁 都不能在这叫堂差 龙总 送客 走 听到了呀 快点说出去 你干什么呀 我们这就去找杜先生 那帮人告到了杜月生那里 没多久杜月生便打来电话 让竹军去一趟 竹军忐忑不安的前往杜公馆 杜先生 你现在的名气 在上海它是越来越大了 杜先生真喜欢说笑 我听说有人在你店里叫堂差被你制止了 是的 有好几个人 说是您杜先生的朋友 很抱歉 得罪了您的朋友 不过店有店规 杜先生也是最讲规矩的人 既是得罪了您的朋友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还是你这样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吗 呃 其实啊 我今天找你来 并不是为了这件事 原来杜月生是想让竹军帮他筹办一个远东最大的娱乐城 这块天上掉下的线饼令竹军感到意外 我已经有两贪的事了 最近查识要开张 不过杜先生要是瞧了起我的话 我就硬着头皮试试 俗话说 人不可有病 人不可无情 只要我身体还吃得香 我就试试看 好 不过我丑话说到前面 要是我不行的话 你可别怪罪我 就这么说定了 哎 杜先生 店里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好 一旦有什么眉目 我再通知你 来人 送送董先生 是 这个女人 现在在上海滩是越来越吃得开了 相当能干 是是是 杜先生看中的人 那还能有错吗 哎 女人嘛 感到这种程度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看她 要闻有闻 要舞有舞 要软软的下 要硬硬的起 你刚才都看见了 她那个脸一板 店有店规 一般的人谁敢呢 她是吃准了我不会为这种小事跟她认真的 要说她 还真会看人 我杜先生 要是像一般立在弄摊口的那种角色 还会有今天这种场面吗 哼 这个女人哪 精明透顶 是是是 难得一见啊 自从在井江与竹军见了一面后 张秘书一直无法忘怀 她特意包下国际饭店一个餐厅请竹军吃烛光晚餐 董竹军不得已敷衍 很晚才回到家 女儿很不理解 妈 还好吧 这么晚了 快去睡吧 妈妈 是什么也不记得人物 我们要真的敷衍她 跟她说明白 把她顶回去算了 傻丫头 在上海滩做事 没那么简单 妈妈 这里 人和人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要看三步 走一步才是 这个张秘书 在租借里很有势力 她找上门来了 我不能那么简单地回绝她 千丫 不用替妈妈担心 去睡吧 去睡吧 华北事变后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上海虽有租借 但未避免麻烦 杜月笙还是决定搬迁香港 临行前她与张秘书交谈 其实两个人都看上了竹军 老兄啊 我不像你啊 你是看中她的姿色 我是看中她的才干 张秘书对董竹军步步紧递 想收她当片房 竹军又不敢得罪她 无奈之下 董竹军使出了杀手锏 最终如释重负 这到底是什么障碍啊 难道连我都不能解决吗 从小 我爹爹妈妈就告诉我 一个女人 什么人都能做 就是不能给人做小 后来 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 降格以求的女子 担心做小 结果 她们的结局都十分悲惨 所以 我就想 将来 我要是再找什么人的话 有一条是肯定的 对方 必须是没有欺视的 我坚决不会去给人家做小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一番情谊 你 朱军啊 你是这样的善解人意 可惜 我今生 无福与你长相厮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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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啊 张先生 不要再喝了 啊 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你还有家庭 家庭需要你担负责任 你还有事业 你的才华 在上海滩 都是数一数二的 你不要因此而自暴自弃啊 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儿为了敬娱乐圈 竟背着母亲出去陪导演喝酒 直到很晚才醉醺醺醺醺的溜回家 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以在外面玩这么晚才回来 而且还喝酒 妈妈 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不是小孩子 是不是妈妈就可以不能说你了 妈妈 别人都可以出去玩 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呢 而且还是难得一次 就因为你是难得一次 我还在这跟你说话 你要是经常出去啊 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不回就不回 谁都有朋友 谁都有社会生活 为什么您就不能让我有 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呢 你这是跟我说话吗 你就是这样尊重妈妈的 妈妈 你要我们尊重你 可是你这样说话 是尊重我吗 难道做女儿的 就不应该被尊重吗 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我说年轻女孩子 在当今社会 要自争自爱 否则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还说什么 我还说 不该跟人到旅馆去 不许单独进男人房间 不许喝酒 你怎么知道我跟别人到旅馆去了 你怎么知道我进男人房间了 妈妈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了 你 你看看 你都喝成什么样子了 妈 你怎么对大姐这么凶啊 去去去 给我睡觉去 都给我睡觉去 大女儿国穷很快便打消了进娱乐圈的念头 于是又和男同学在琴房谈起了恋爱 为了参加钢琴演奏会 国穷在男友的指导下苦学苦练 然而就在音乐会快要开始的时候 男友因为上海打仗想到内地发展 他虽然十分爱恋国穷 但考虑到自己一贫如洗 国穷的母亲对他期望又高 于是想要提出分手 可是 你的事情 不能完全由你自己做主 你得听你妈妈的 看到国穷身边的男孩 母亲隐隐约约猜到了两人的关系 国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伯墨 再见 那我就不送了 孙先生 慢慢走啊 敬留步伯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国穷每天到很晚还不回家 不知道是在练琴还是在谈恋爱 哎 我说 你们可就不一样了啊 不要人还没有长大 就慌慌张张的忙着找朋友 找男朋友 妈 我们又没有男朋友 就是 我们不会的 对啊 我是打比方 你们总要长大吧 总要找男人吧 要找啊 就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别看走了眼 一是要看人品 是不是端正 一个男人最忌讳的就是感情不专一 为人不实在 二是要看才能 看他是不是聪明 在事业上有没有发展 男人最怕的就是没有进取心 现在社会那么复杂 到处都是陷阱 明强好躲 案件难防 要是跟着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 你们啊 就是一辈子活受罪 妈 你在说谁呢 是说大姐吗 我看也像 音乐会的前一天 两人分手了 临别前 国穷将自己当家教挣的钱都给了男孩 此时男友紧紧握住国穷的手 又突然提出想带他私奔 国穷这次并没有脑袋发热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这几天 我一直在想 国难当痛 我们年轻人总应该做些有益的事情 去报效国家 上海 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而且 我不想离开我妈妈 她太不容易了 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我走了 我走了 多保重 她不是要帮你组了医院会吗 她看现在上海快要打仗了 她留在上海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先走了 她要走 就让她走吧 你的医院会还召开吗 妈妈 你别再问了 我现在心里 太平乱 演奏会上 偌大的蓝星戏院坐无虚席 美丽温婉集聚东方古典神韵的夏国琼 以极其出色的琴迹演奏匈牙力幻想曲 在台下的观众里 有一个容貌极其美丽的中年女子 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那个21岁的姑娘 她正是夏国琼的母亲 上海商界女王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 在所有观众如痴如醉的欣赏时 只有竹君热泪盈眶地在女儿的情声中 回到了她和女儿那不为人知的心酸过温 大女儿夏国琼于1917年在日本出生 两岁那年随母亲回到父亲老家四川成都 也是从这时起 国琼的命运发生了惊天逆转 由于父亲的重男亲女 国琼发高烧换来的却是一个女儿死就死了 哪用得着如此费心 小小年纪的国琼只因是个女孩 便不受整个家族的代价 只有母亲关注到了她异于常人的音乐天赋 于是不顾丈夫劝阻执意为女儿聘请钢琴老师 竹君不管白天多苦多累 也坚持在半夜三四点把女儿叫醒陪女儿练琴 长大后 国琼应与进步青年走得太近而被父亲训斥 怒火中烧的父亲竟以女儿败坏门风为由让他自己上吊自杀 离婚后的董竹君永远不会忘记女儿去狱中看自己时的情景 孩子枯瘦如柴脸色蜡黄 随时都能被风刮走 在竹君坐监狱的那段时间 国琼从早到晚不是在外奔走 就是在家里拼命练琴 还要照顾三个妹妹 常常饭都吃不饱 国琼的这种惨状 直到竹君出狱创办井江饭店后才有了好准 东厅里巨大的轰鸣震撼着人们的灵魂 这是感情的波涛与人生的生活 幸福的董竹君两眼湿润了 他凝视着眼前的女儿 世人看到的是聚光灯下演绎的夏国琼 可竹君看到的却分明是四川老家客厅里烛光下苦练的小身影 只有竹君知道 他女儿今日所得的这些 相比他曾吃过的苦付出过的艰辛 一点也不为过 也只有董竹君在心里认定 他女儿所受的苦 有很多事为自己扛 却也有很多事在为母亲扛 他女儿也有很多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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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女儿称心里 他女儿出生 还真是不为了 他女儿来说 她女儿 她女儿 我女儿 她女儿 她女儿 此时竹军不能自以泪如泉涌 是激动是喜悦还是悲伤 一切涌上了心头 猛然间音乐戛然而止 掌声为动震撼夜空 这场中西合璧的音乐会在中国钢琴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夏国琼的成功演出代表了中国第一代钢琴家 在世界得到真正认可 多年之后 成为钢琴家的夏国琼 也被聘为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 女人受不了丈夫夸赞 当过妓女的老板娘既漂亮又能赚钱 决定置上海滩商界女王董竹军于死地 这天竹军在办公室突然收到 抗日爱国之事一封来信 里面竟是一颗子弹 要去董竹军的见命 董竹军一头雾水 原来七夫人是上海妇女界的头面人物 平时口口声声高喊 妇女姐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暗地里却因为嫉妒董竹军 竟四处散步谣言 说董竹军是卖国贼 在为日本人做事 我们素来无怨 什么素人都没有 她为什么平白无故地造谣中伤我呢 是啊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 平时 我对客人比较客气 但是跟客人从来没有什么瓜葛 如果说有点什么接触的话 就是欺然我每次来吃饭 总是夸我的饭店办得好 办得好 也是大家的 又不是我董竹军一个人办的 妇女会成员看不惯欺夫人的作风 于是将此事告诉了竹军 一个女人 办点誓言 既要地方男人的骚扰 又要当心女人的妒忌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天 欺夫人又在背地里说坏话 竹军早已在角落里等着 我们开始了好不好 哎 名单上还有董竹军董先生 他还没有来呢 哎呀 他能来吗 他怎么不能来 董先生一向十分热心妇女界的活动的 近来他已经忙得分身无数了吧 哎 董先生在忙什么呀 就是啊 他在忙什么呢 是啊 有人说呀 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啊 说说看 我给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情 嗯 董先生来了 七夫人 你在许多场合 说我给日本人做事情 今天 当着大家的面 你说说清楚 我董竹军 到底给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情 哎 我们都是职业妇女 说话做事 应该负责任 哎呀 董太太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嘛 好啊 今天大家都在这 你倒是说说 你是听谁说的 现在说给日本人做事 不等于置人以死地嘛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也好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嘛 说也可以 要言之有据 大家都看看 就是因为听信了有些人的谣言 已经有爱国之士 给我写来了警告信 还有这份厚礼 天哪 是子弹啊 今天 当着大家的面 我也搞搞清楚 要死 也得死个明白 真没有想到 董太太 我只是说说 这些事情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我也没有想到 七夫人 说起来 你也是我们 职业妇女界的 头面人物 怎么说话 这么不负责任 我和你之间 无怨无恨 怎么从你嘴里 遭死恶意中伤 而你来杀身之祸呢 我董卓军 不就是开了一个饭馆吗 进门都是客 出门 我们还称姐妹 国难当头 我们还是不要相互重伤 还是想个团结的好 董卓军抓住机会 斥责七夫人 大庭广众之下 七夫人显得狼狈不堪 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为了逃避战乱 也为了给抗战募捐 钢琴专业的国穷 决定前往菲律宾 卓军非常支持 此时二女儿国秀 也想跟大姐一起出国 我也要去菲律宾 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大姐 可是去做音乐指导 你去做什么 我去报考菲律宾大学的声乐系 反正这里的情况很不安定 我正好趁这个机会 去那里读书 声乐系 你能考得去吗 现在上海的许多酒店里 都有菲律宾的歌唱小姐 你能唱得过人家 那倒是 你们总是想看我 好吧 我现在就唱给你们听 我不要跟你唱 我就是想办了 而小女儿国章也准备 回内地四川读书 再顺便去看看父亲和弟弟 而国英则选择陪在母亲身边 得知郭沫若等人回国宣传抗日 董竹军包下了郭沫若一行人的一日三餐 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董竹军女士 她曾经是你们四川人的媳妇 夏之石亮宫 还记得吧 记得 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都军吗 对啊 是 竹军女士曾经是夏之石的夫人 后来到上海来闯天下 现在她开的锦江川菜网 在上海滩已经是赫赫有名了 我们都称她是中国的诺拉 原来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独立人格 不过不能太过分了 要是太过分了 我们可受不了 郭先生 久闻您的大名 听说您今天刚到上海 我就迫不及待的来拜访您了 不敢 拜多过您的诗句 心中的抗日豪气 被您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希望您以后 多发表这样的文字 来鼓舞战斗士气 我这次回国 也想借助文化方面的影响 为抗战出一份力量 一直以来 这都是我的愿望 为了您在上海生活的安全和舒适 从今天起 您的一日三餐 全部由我们锦江派庄人送过来 这可不敢当 这可不敢当啊 郭先生 这有什么 您为了抗日 抛家别子 不顾个人安危 区区一些饭菜又算什么呢 随着1937年813事变的爆发 上海沦陷了 大上海遭日击轰炸 失衡遍地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竹军同时与国民党人 日本人巧妙周旋 在各派势力的夹击中求生存 这天 大汉奸潘三行 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 锦江吃饭 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 他们要懂竹军 到日本军部的鸿口旅馆 开个锦江分店 这使竹军非常犯难 一旦答应自己 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 如果不答应 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竹军借口要寻找厨师和改造装修 敷衍着潘三行 而房东却借机敲竹杠 要懂竹军家房钱 焦头烂额的竹军晚上 走在回家路上 忽然听到两声枪响 第二天才知道 是七教授被日本人爱杀了 竹军搂着国英久久不能入睡 然而祸不担心 在菲律宾的两个女儿也出事了 国穷国秀两姐妹 应揭发了募捐团菜团长 我的内心深处 陷入了困惑之中 此时日本特务又来家中骚扰 被国英挡住 竹军看自己在上海时待不下去 他胆叹好朋友杜月生几个月前 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或许是明智的 1940年底 为了名义和生命 竹军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门 我是在最后一刻 才决定离开上海 前往马尼拉的 行前 我把锦江的一切 都托付给了国英 让他作为我的代表 店里的经营 托付给了张静芝 我当时的心境 也就跟着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 任凭风浪吹打 前景一片迷茫 竹军来菲律宾 看到女儿住在简陋的出租屋内 随即退了房子 毫不吝啬地租了一整洞别墅 将房间布置得非常有情调 人啊 都是很势力的 你没钱 你寒酸 做什么事情 人家都看不起 社会啊 就是这么现实 你们外公 是拉洋车的 外婆 给人当老妈子 当佣人 瘦了一辈子穷 一辈子借人笠下 让人看不起 没有办法 你妈是苦出身 这个世道 你不露点腹 是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 做人难了 有家世的富商自从认识竹军 五年里一直深陷在丹乡寺里 无法自拔 他知道竹军不会做小妻 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和结婚二十多年的老婆离婚 你们俩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不允许离婚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吗 正因为这一点 我在董竹军面前 始终没有提一个爱子 哎 鹅花到底犯了哪一处 你有什么理由修他 没有理由 他哪一处也没犯 哎 老朋友 你还能不了解我吗 我和鹅花的婚姻 一向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在我认识董竹军以前 这种没有感情的日子 我还可以忍受 可是在我见了他之后 这种没有感情的日子 我就一天也过不下去 那董竹军 知道你要回去办离婚吗 怎么能让他知道呢 哎 人家董太太 不管我怎么表白 从她的嘴里 始终没有吐出一个爱子 所以我想 这第一 我必须首先离婚 然后再去向她求爱 反反复复的求爱 你想想 像赌卢英这样的女人 什么没见过 什么事没有经历过 你自己守着家事 还去跟人家谈婚恋 这不等于 等于让人家做小吗 哎呀 我 我自己也觉得 我这样做很荒唐啊 所以我 我忽然觉得 我应该 必须马上回家 把现有的婚姻解除掉 然后再把她请进家来 富商的妻子名叫鹅花 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 她竟从乡下徒步走到玛尼拉 向竹军摊牌 希望她能够退出 打搅了 董太太 我叫鹅花 是陈清泉的夫人 我从那那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亲眼见见你 我不知道有个什么样的人 会有那么大的魔力 让我们清泉 吃不好 睡不着 魂牵弄扰的 今天一见 我算是认输了 陈太太 你说这话 我听不明白 陈清泉先生 是由朋友介绍 我们在上海认识的 认识以后 我们一直作为朋友 以成相待 陈先生 是一个正派的男人 我真的到菲律宾 主要是来看我的女儿 我们一直在商讨 在菲律宾开饭店的事情 我是一个职业女性 我有我的事业 对于你们家庭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陈太太 我听说 你曾经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 你也是一位受伤害的女性 我想 你知道一个女人受伤害时 会有多么大的痛苦 无论对谁 也不该把这种痛苦 带给别人的家庭 我可以这样说 在清泉认识你之前 她除了忙工厂的事情之外 就是在家里看书 喝酒 她对我虽然谈不上什么恩爱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办过嘴 也许 是我 太不懂得男人的心 不懂得他的事业 不懂得他的追求 可我相信天主 是天主保佑我们一家平安的 请你不要以为 我是来为了祈求你 祈求你的同情 不 不是这样的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和清泉都是虔诚的天主要徒 是天主作证 有神父主婚 我们在教堂城的婚 我们要服从神的旨意 我们的婚姻完全是神的安排 也可以这么说 我和清泉的婚姻 是神圣不可信誕的 竹军惊诧之余根本不知道 富商竟私底下要牺牲婚姻和他在一起 都怪我 没把事情办好 我太大意 让你输回去了 在家里跟他谈的时候 他几乎没说什么话 他历来就没什么话 所以我以为他这里 没什么大问题了 可谁能要到 他会这么有心计 赶到玛尼拉来了 你不要去怪他 也许他说的 有道理 菲律宾这趟 我原本就不该来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战火中的玛尼拉郊区 竹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 此时好朋友身负重伤 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富商因为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 被抓进了监狱 竹军第二天便赶到乡下清泉家 在征得鹅花同意后 带着药品衣物前往监狱探望 竹军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 得以进入监狱 竹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 也许他觉得来日不多 大胆地向董竹军敞开了心扉 自己最大的遗憾 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向竹军表白 如果人死后 有来世 真是那样的话 我来世一定娶你 娶你做我的家人 做我的太太 清泉 我们天主教徒 这心天国有灵 真要是有天堂的话 我就在天堂等你 我等你 郑先生 你不要瞎说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要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不不 竹军 你别安慰我 你看 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情缘不到头 寸心挥未休 面对此情此景 竹军泪如雨下 竹军永远忘不了 当年在上海开的第一个沙馆场 就是陈清泉为他投的资 时间到 时间到了 清泉 他们够给你面子了 还是你的面子打 竹军 你早点回去吧 别让他们找你的麻烦 怎么样 人见到了吗 见到了 衣服和药品都送到了 人还清醒吗 清醒 他惦记你 陈清泉死前向神父深深 忏悔祈求原谅 我爱上了一个女人 我真的爱她 是真爱 如果因为我爱这个女人受罚的话 那么上帝我的主恩 我甘愿受罚 上帝有一颗人爱之心 他爱万人 爱所有的人 爱是无罪的 上帝宽恕你了 我的孩子 上帝饶恕你了 你自由了 我自由了 你自由了 我可以回家了 是的 现在就可以走了 对 上帝 上帝 清泉 随着一声巨响 竹军梦到清泉被释放了 疯狂地奔向监狱方向 对于你来说 往我们这边靠近一步 就离死亡远一步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再说了 告诉我 你们是一群魔鬼 是你们发动了战争 把那么多人推向了火海 上帝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知道吗 来吧 预备 瓢泼大雨中 陈清泉面对日本鬼子的枪口 大意凛然英勇就义 竹军听到枪声后 木然跪下 仰望苍天悲痛欲绝 两姐妹竟继承了 妓女出身母亲的优点 凭借酒量和头脑 居然转了一套房 这天妹妹故意冒充 女商人在一个卖豆油的 小商贩前停住了脚步 你这豆油还有多少啊 有一百五十公斤 什么价钱 一公斤十块钱 太贵了 最近市场上豆油多得是 你要的这个价钱啊 太贵了 便宜点吗 我不急着脱手 等他们吃完了再卖出去嘛 你说什么呀 现在谁不想早点把货脱手啊 你还不知道吧 日本人啊 一网马尼拉调集了许多军队啊 你要等他们把你这豆油抢走啊 太太你就卖给我嘛 便宜点好不好 这 那八块钱一公斤吧 好好好 不还价了 六块钱一公斤 我全部要了 太少了嘛 我都已经收了两百公斤了 你就卖给我吧 好吧 你给我张起来啊 妈妈 小心点 别动发了啊 妹妹刚成交 这边姐姐便开始行动了 她专门挑选陌生单身男子的门店借用电话 可我用你的电话吗 当然了 房东大叔看女孩能说会的 还有几分姿色 很爽快的让他免费用啊 菲利普先生啊 前两天你跟我说需要豆油 嗯 十元钱一公斤 什么 太贵了 看来你还真不知道行情啊 现在豆油短缺啊 不信 你自己到市场看看 我连续跑了二十家 才有一家说有豆油的 男人被眼前少女浑身散发出来的香味迷着 恨不得从后面搂住她的小腰 给她一个惊喜 这样吧 你看你需不需要 如果不需要 我要转让给别人了 人家在旁边等着呢 那好 请派人到奎松巷三十五号 我在那里等你 嗯 再见 小姐 嗯 你真漂亮 谢谢 能不能赏脸 请你吃顿饭啊 当然可以了 两姐妹就是看到小商贩手里的副食品价格和官方的有些出入 于是从中赚了差价 三人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 后来那人真的请我吃了好几顿饭 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我呢 也就不客气了 还差一点谈生恋爱了 他说过两天还要请我吃饭呢 嘿 你要是不去啊 你就是傻瓜 对 国秀 傻瓜才不去呢 就在这时 好朋友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张回中国的机票 为了上海景江饭店的生意 母亲决定先行回国 临别前 她再三交代两个女儿不要光想着挣钱 不要考虑多赚钱 爸妈回去以后会是法给你们带钱的 再就是这附近教堂里有家钢琴 最好跟教堂的神父说好 每天下午去练两小时的钢琴 千万不要荒废啊 国秀 你要听姐姐的话 好好学习 1945年1月 董竹军历经几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 终于回到了上海 妈妈 小心手啊 母亲刚走两姐妹彻底解放了 凭借小小姿色与聪明的头脑 竟发了一笔国难财 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买下了房东的房子 大姐啊 你有没有发现啊 妈妈不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妈妈 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呢 我们又好像老长大是不是 那是因为妈妈把什么事都拐上了 妈妈也真是的 我们都多大了 还把我们当小孩子似的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钱是正了 可每天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也不好说我 国秀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 什么 我最讨厌 每天到人家公司 接电话打 真难受 你还难受呢 你怎么不说 那是你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老人请你吃饭 大姐 我说啊 你以后打电话的时候 就要尽量呢 找那些年轻男人的身边打 这样的话 你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要多方便就多方便 说不定啊 还有牛排吃呢 你怎么进行好事啊 你可别瞧不起我这点本事啊 虽说是旁门左道吧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谋生要紧 别的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妈 爸爸 曾经要被父亲弄死的女儿来乡下找爸爸 看着亭亭玉丽的女儿 男人忍不住老泪纵横 当年四岁的伯章因为腰部有浓水 眼看都已经无法正常走路了 母亲抱着她向丈夫寻求帮助 此时丈夫却在屋中抽着大烟 你出来呀 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 重男轻女的丈夫得知后对这一切熟视无睹 甚至放出狠话 一个女儿死就死了 没什么好留恋的 父亲对四个女儿一直没有好脸 直到添了唯一的一个儿子 家庭氛围才有所改善 国章虽然是四姐妹女儿中年龄最小的 但他却并没有因此养成骄纵蛮横的性格 反而出奇的乖巧懂事 他也是唯一一个在父亲去世前的景点 一直陪在父亲身边的孩子 这次国章主动要来成都读书 就是想看看爸爸和他的小弟弟 长大了 爸爸 小姐 多吃点啊 这菜可能不合你的胃口 这菜比学下的好多了 这菜啊 叫你妈妈的手艺可是差远了 爸爸 想了你妈妈十几年的福啊 这辣子鸡 小姐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一次能吃半盆呢 我那时真的能吃啊 你小时候啊 可调皮了 国章还像小时候那样围在父亲身边 听父亲回忆往事 这就是你 我那时候这么小啊 你看你眼睛翻的 这是大姐吧 对 这是国穷 国秀 国英 妈妈怀里抱的是大明 妈妈那时候真漂亮 这张照片是在这拍的吧 对 就在这 那天是你大明弟弟满月 一大早国章迫不及待地坐着宝马来军营找弟弟 你是 虽然两人十多年没见过面 但国章一眼便认出了弟弟 大明 小姐姐 大明原本在学校独高二 可正知抗战时期 为了践行暴国之志 他依然投笔从容 大明也是在五个孩子中 唯一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位 姐弟二人来到小酒馆 一阵沉默后 两人眼角都闪动着泪花 唯有父母的离异让他们俩百思不解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烦死人了 大明 你喝不喝酒 我原来不太喝酒 今天姐姐见面一定要喝 小二 拿酒来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大明被分配到了中国远征军新义军 从那之后 大明便一直扛着枪在战场上打鬼子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大明来到学校找四姐 让他没想到的是 抗战胜利后 他被告知要随大部队前往东北 继续作战打共产党 幸好母亲动用亲家杨司令的关系 要将大明营救回上海 妈妈这次把我活动回来 肯定不让我留在部队 我长这么大了 还没见过妈妈 我想这次到了上海 就不想走了 啊 那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个地方 喝酒 好啊 走 此时大女儿二女儿 也从菲律宾回到了中 妈妈 妈妈 当我和我的孩子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作为一个母亲 我深深地感到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苦难也许是人生最大财富 只有经过苦难的重逢 才能享有这幸福的热泪 无论是对于我 还是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美好 直到此时 分别十七年后 大明也随着小姐姐来到上海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大明 这就是妈妈 叫啊 快叫啊 妈 被舍弃十七年的儿子 突然出现在董事长面前 母亲一个亮枪跌坐在椅子上 当年竹军第五胎是双胞胎 她忍着巨大疼痛 做掉了一个发育畸形的女儿 保住了下家唯一的儿子 正在打麻将的丈夫 连忙赶到医院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个苦受得值 然而令竹军异常生气的是 孩子刚满月 丈夫竟将其过季给了老三 还劝竹军要大赌 随着丈夫变本加厉的 抽大烟和对女儿的暴力 竹军毅然决定 带着四个女儿去上海闯荡 当时的竹军之所以舍弃 年仅三岁的儿子 是因为下家中男丁 若他贸然带儿子离开 下家势必阻挠 多年之后 竹军在上海滩站满了脚步 当四川的朋友 问及董竹军的感情世界时 这位刚毅的女人流下了眼泪 她虽为自己至今 没有寻到真爱而惋惜 但又为自己做了一番事业而骄傲 你看你 每天这样忙忙碌碌 也是在填补你生活的空间 但是竹军啊 这并不能说 你不需要爱啊 是 我是需要爱 哪个女人 不想得到男人 权益权益的爱呢 可是要让一个男人 能真心爱你 这又是多么不容易 男人的心 谁又能猜得透呢 竹军 我就要回成都了 你看你还有什么事啊 你要是回成都 帮我办件事吧 好 你说 请你带我去看看我的儿子大明 怎么 你离开四川后 就再没见过他 竹军随即拿出一支钢笔 希望朋友转交给儿子 告诉他 就说妈妈 一直想着他 有条件 你带他到照相馆 照张相片寄给我 我现在 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 母亲的这些苦衷 年幼的大明自然不会懂得 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长大的大明 曾写信说他恨母亲和四个姐姐 好在四川家中 有熟悉竹军为人的勤务兵 经常和大明讲述母亲董竹军的故事 大明这才转变了态度 知道母亲是个好人 如果说子女是董竹军手中的风筝 那么自董竹军离婚时 他手中大明这根风筝线是断了的 母子分别长达十七年后 大明这根线终于回到了竹军手中 竹军一个亮枪跌坐在椅子上 眼睛直直地盯着长大的儿子 他嘴角如动着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此时此刻 竹军决定为儿子买辆车 不畏炫耀 只为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竹军和五个孩子终于团聚了 他们在竹军位于上海凡尔登别墅 花园里幸福地拍了照片 然而四姐妹还没留下来 多陪母亲一段时间 就要天各一方了 三妹要去东北 母亲隐隐察觉出了 三妹在从事地下岛活动 但她并没有多问什么 而是找到亲家杨司令 开了一张通行证 妈妈 我想让大明弟弟送送我 他那身金装 能帮我忙 那你就去问问他吧 看他愿不愿意帮你 干什么呀 打囚风打到老子头上了 莫哥怎么了 这是误会 纯粹是误会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你的人 什么屁话 不知道是老子的人 这杨司令开的通行证 还有假 是不是要把杨司令请到这儿来 不不不 长官 误会 各位请走好 妈妈 大明 来来来 怎么样 送走了吗 送走了 哎呀 慢点 三姐的事 我总得帮忙吧 那路上有没有碰到关卡 怎么没碰到 不过 我看三姐对这代很熟的 她都提前安排好了 我只是按她指定的办 所以很顺利 嗯 其实啊 有杨叔叔的通行证 本来也没事 妈妈 我看 三姐这帮人不像跑生意的 他们 挺守规矩的 你三姐的事情啊 我从菲律宾回来 就很少过问 随她去吧 大明啊 来妈妈店里 楼上楼下看看 中午就在这吃饭 好 另外三姐妹也要去美国读书了 竹军依依不舍地叮嘱女儿们 你们出去留学 去美国 妈妈的心啊 就像是爬高山似的 人呢 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当初啊 想让你们上了中学就不错了 上完高中 又想让你们上大学 上了大学 你们自己又想去深造 妈妈 也是被你们赶着往前走 好 这是让人高兴吧 多念书 多学本事嘛 大明 以后我们都走了 就你一个人在妈妈身边 你一定要为我们多尽力啊 大姐 你们也要早点回来 对 早点回来 学生之后 就回家来 妈 你放心 你在哪儿 我们的家就在哪儿 对 离婚后的女人大半夜迫不及待约 亲家公来家通宵打麻将 怎么 可就是这次不起眼的约会 日后竟挽救了亲家公一家人的性命 当年竹军丈夫的生日晚宴上 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被竹军的气质吸引了 今日一见 果真是房子漂亮 人更漂亮 过假了 妻子为了打消他的念头 随即宣布双方孩子不结婚 只是结为亲家关系 好主意 如果我们结成亲家 那以后更有理由party了 是不是 之后的许多年 亲家公对竹军光明正大的照顾有加 竹军也一直利用杨司令的关系资源 游走在国民党要员和权贵之间 一手将井江菜馆打造成了上海滩最火的饭店 就连卓别林来中国都要特意去一宝口服 然而随着内战爆发 国民党接收大员胡作非为 物价非涨 税务部门一天能来好几拨上门征税 就在竹军被这些事情整得焦头烂额之时 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书记田云桥来到井江饭店 竹军也即将开启他红色商人的身份 在那边 您女儿夏国英对我说 要找我妈妈就得到店里去找 看来她说的一点没错 到这一找就找了您了 你从我女儿那来 快请坐 请问先生贵姓啊 我姓田 田云桥 听小女国英提起过你 幸会幸会啊 为了实业救国 竹军历历创办了印刷厂和进出口公司 然而他的事业并没有止步于此 为掩护他的革命工作 董竹军卖了花园洋房 特意和四川军长范绍增住在一栋楼内 整天看着青楼女子和范军长打情骂俏 我就是不让你走吗 范军长 是不是王小姐不发给你通行证啊 哎呀嫂子 你回来了就好了 我把玉玫交给你了 请你带我照看两天 行不行啊 放心吧 别说是两天了 就是两年 王小姐也愿意等的 对 王小姐 你想想 有你在家 范军长哪会在外面多待啊 是是是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天晚上 庆家公来家中探望竹军 竹军见他一进门就愁容满面的坐在沙发上 接下来的一番对话 竹军展现出来了他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过人的交集能力 秦家公 现在这个时候 怎么也要有个主意 从长计议 谁不为自己想想后路啊 竹军啊 你替我想想看 我还能有什么退路 我杨湖历来就不是委员长的心腹嫡系 现在大家都往那个岛上跑 就算你跑到那个岛上 大家挤在一起 又有我什么位置啊 要是不走 要是不走又会怎么样 你就没有想过要留下来 不走的话 不是没想过 可是竹军 我跟你不一样 我历来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的 要是人家得了天下 会容得下我这样的人吗 不管怎么说秦家公 这个时候这种局势 你总应有个考虑 我们两家是至交 我才跟你说这些话 竹军 这话是你劝我的 还是有人烧过来的 杨司令 我开的是锦江 来吃饭的什么人都有 现在关心你的 不止我一个 平时大家都称兄道弟 想尽荣华富贵 灾难来了 各做鸟兽散 亏得你啊 还替我的前程死活着想 今天我约了几个朋友 打打牌散散心 什么也别想 什么也别想 好好好 这次聊天竹军 虽然没有和秦家公深谈 但他感觉出秦家公 是位可以利用的人物 于是第一时间 将中共上海连落局负责人 无刻间约到家中 竹军组局 大家在一起彻夜打麻将 怎么 哎呀 秦家公 手气可真好啊 优势大赢家啊 本派的手气不错啊 来来来 托福托福 杨姐姐 那就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 就是这次打牌 使不被蒋介石重用的杨虎 看到了未来 上海解放前夕 竹军最终与地下党合作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元朗杨虎 也挽救了他的这个亲家 这天 上级领导再次派给竹军一个重要任务 让他连夜印刷十万份传单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高 解放大军就要解放上海 这是 越法八章 啊 每个印刷场 能改用多少章 想一多少都可以 为了支持革命 竹军以锦江饭店作为演务 锦江饭店也成为了 当时革命党人在上海碰面和开会的军 新中国成立后 董竹军被周总理亲自借鉴 受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并且连任七届 远在四川老家的丈夫竟幻想着前妻和四个女儿 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当年十四岁的竹军来越市时 竟被老保安排进酒店 男人要强行霸占他的第一次了 幸好老妈子及时阻止 女孩才为后来的丈夫保全了身子 竹军逃出妓院的火坑后 穿了一身洁白的婚纱 成为了都军夫人 那一年竹军十四岁 丈夫二十六岁 到达日本后 丈夫履行了对竹军的沉默 为她请来了家庭教师 让她学习仙境的文化 两人也在日本度过了一段和谐幸福的时光 怎奈世事变迁人心步 从相约白头到家报某海 不过十几个春秋 竹军永远忘不了刚到妓院时 老保毫不保留地告诉她如何取悦每个男人 男人嘛 是要靠女人去哄的 小时候在家里 靠她骂哄她 长大成了亲 有了老婆 就要靠老婆去哄她 可世界上的事情呢 就是这么奇怪 十有八九的女人 做了老婆之后呢 就没有心思去哄自己的男人了 所以啊 他们就要跑到我们这样的地方 来寻开心找乐子 这就是我们这儿 为什么红红火火生意这么好 做我们这行的 就是要让男人开心 要把他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他们在这儿就不会想家了 不想家了 来了还想再来 还会高高兴兴地 把钱掏给你 知道吗 作为女人 一定要明白 什么是在男人眼里 最值钱 最有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要让他们看得见 但不能让他们轻易得到 懂吗 对客人 要学会说话 要学会用眼睛去观察 比如说 看见年纪大一点的呢 要说她 长得真年轻啊 肉麻一点也不要紧的 你一定要记住了啊 女人奉承的话 再肉麻 男人都会当不要吃的 看见年轻一点的呢 你就说她 宁亲有为 财貌出众 不管她有钱没钱 都要说她财运亨通 人嘛 无非是福禄受财喜 你就说她命里有财 至于其他的嘛 就随你说了 长得黑点的呢 你就说她 黑得威风啊 是将财 帅财 统领之财 男子汉气概十足 长得白净一点的呢 就说她 百里透红啊 浮行高照啊 还有 喜事临门啊 总之 一定要见貌变色 逢场作戏嘛 都有话说的 不知我说的这些 你能不能听懂啊 当然了 你现在 不一定马上懂 但你将来 慢慢一定会懂的 我说的 我说的都是女人的 看家本领 你学会了 一辈子受用不尽 记住了 女人嘛 一辈子 靠的是男人 用的是男人 不管你做成大事小事 都离不开男人 所以要对付的 也是男人 各色各样的男人 然而无论竹军怎么做 都无法取悦丈夫 遭受家暴的竹军 最终带着四个孩子 净身出户 选择了离婚 你现在还好吧 解放军已经强渡长江 上海即将陷入 冰灾战火之中 你们母子 庶人的安全 时刻玄机在我的心中 假如有可能 你们还是回到四川来吧 这里地处偏僻 恐怕不会成为 冰家争夺的地方 也许可以躲过这场劫难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没有忘怀于 你和孩子们 假如你们能够回来 也可以让我有一个 团聚的机会 董竹军感叹 前夫实在是不懂事实 这次竹军并没有选择回去 因为从孩子口中得知 前夫早在多年前 已经娶了第三任妻子 并育有一个女儿 名叫夏国琪 妈妈 其实 爸爸是惦记你啊 惦记你才是真啊 从孩子口中得知 父亲52岁那年 已娶了第三任老婆 后妈是四川大学绘画专业 是一名老师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竹军与前夫很快便 迎来了人生中的至爱时刻 外界风云突变 完全乱了套 锦章集团的员工 竟将竹军 当成了阶级敌人 纷纷站出来揭发他 竹军对店里的事物 也没有了发言权 这让竹军很不理解 也很委屈 我看这些条件都不能接受 实际上我也报不到 你们看这一条 你们说要给每个职工增加工资 起码要增加到150元 这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怎么不符合实际情况 就设斩 你说什么 现在市面那么萧条 店的营业那么差 每天的毛利比过去减少到六成以上 店里的流动资金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即使我同意给你们加工资 也是空投支票 拿什么给你们加 还有这一条 说是要取消股东分红 取消股东分红 那么股东就要抽回股金 紧将两店就有可能倒闭 这个后果你们想过吗 店都不开了 还有什么可谈的 老板 你不要用这样的话来吓我们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不就是要维持对我们的剥削 找老规矩棒吗 对 讲过来讲过去 不就是寿星唱曲子老调吗 你不要想得太好 现在还能像过去吗 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人说了算 现在是我们工人就去当家做主了 做主就得有个做主的样子 你们资本家讲话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对 说的好了 就是 就是 你这话说了就不对了 陈医师长就不是这样说的 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我们民族工商业者 也跟你们一样 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陈医师长还说 过去二十年 主要是军事上的困难 现在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困难 如果像你们主张的那样 连我们都不要了 那么经济还怎么能够恢复和发展呢 他这 那现在 我们倒是要听你的大报告了 你以为死了张屠夫 我们就一定要吃那混猫猪 我们倒要试试 没有你董竹军 紧将两遍 我们就办不好 对 你们说是要谈判 可你们既不按照政府的政策谈 也不按照店里实际情况来谈 那么 那么还怎么谈 这简历是不可理喻吗 我总觉得 这不像是共产党的意思 共产党的政策是 公司兼顾 劳资两立 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这要是按他们那样做的话 怎么体现这十六个字呢 你就跟念经一样 就知道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字又怎么了 有人就是光说不做嘛 吴老板 还好吧 好什么好呀 现在我已经成了他们职工会的出气筒了 好像这么多年来我开店 倒是害了他们一样 真是气人呐 开会的时候还有人问啊 吴梅 你到底有几件皮大衣 我有几件皮大衣 关他们什么事啊 我一不投二不抢的 我有几件皮大衣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明天 我到市劳动局 跟他们问问清楚 严科长 我们上海工商界人士 凡是留在上海的 都是爱国的 都是拥护共产党的 可是现在向着这些人做法 完全是乱了套 把我们都当成敌人 不容我们说话 不容我们对店里的事物 有一点点的发言权 难道这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吗 董先生话不能这么说 现在群众起来了 难免会有些出格的言论 但是职工群众 到底还是有了当家做主的意识 这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吧 这就叫历史进步 现在上海市面萧条 南京路既家大百个公司 几乎停业 你们再这样对待工商业者 那么政府拿什么来发展经济 拿什么来繁荣市场 据我所知 人民政府的政策 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人民政府的政策 是你比我清楚 还是我比你清楚 严科长 在你这道理讲不通 我买张火车票 到北京讲道理去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最终竹军心力交瘁住进了医院 四川河江老家 秋风瑟瑟 前夫下之时面对这里如火如荼的斗争行事 不由感叹自己这一辈子连连碰到改朝换代 你们没有资格扣押我 我犯了什么法 犯了什么法 就冲你家是大地主 就给枪比你两三回了 数百农民手持火把长枪 口号震天 他们要清算下之时的罪行 砰的一声 清脆的枪声震醒了董竹军 前夫倒在了血泊中 于1950年10月遭到了错杀 哎 刘伯成同志曾经下令不许杀 可命令传道时已经晚了 哎 吃饭可惜 妈妈 开门啊妈妈 妈妈 开门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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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因 妈妈 你回来了 太好了 更好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你看 妈妈 随着学成归国 女儿们一个个都回到了竹军身边 大女儿国穷回国后 在上海音乐学院当钢琴教授 三女儿国英在国家文化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下 建成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小女儿国章则在北京大学任教 小儿子为了远离政治 在中国农大任教 这是竹军和五个孩子唯一的一张团圆照 照片中竹军被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簇拥着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这张充盈笑意的团圆照陪伴董竹军直到晚年 以慰藉其对孩子们的牵挂与思念 新中国成立后 竹军将他一手创建的锦江饭店上交给了国家 然而1967年 竹军却以客户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关押了整整五年 直到后来被平反 当94岁的小儿子在被问到父亲和母亲离婚后是否还有感情时 他说母亲所创锦江饭店的名字 就是取自成都的锦江 是母亲对父亲在成都那些日子的怀念 就连锦江饭店也是以川菜为主 回首一声 董竹军几乎没有低过头 他没有原生家庭撑腰 婚姻也带给他很多痛苦 一个穷丫头 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 黄包车夫的女儿 青楼女子 坐过大牢的囚徒 最终却逆袭成为上海滩商界了不起的大人物 就连杜月笙也让他三分 一手烂牌硬是打出了王炸 1997年的12月6日 98岁的董竹军因为感冒在睡梦中平静的去世 也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剧中饰演董竹军一脚的李源源老师凭借该剧 一举夺得第2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优秀女演员奖 然而可惜的是 李源源老师却因宫颈癌晚期 于2002年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中年41岁 晚年的董竹军住在北京东城胡同里 78岁时他开始拿起笔 花费八年时间写出四十多万字的自传 董竹军临终前曾留下两个遗嘱 一是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三句话 不应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应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应年迈而放慢脚步 二是在他的葬礼上播放和夏之时结婚时 他最爱听的那首歌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晚年的董竹军已不再是昔日的美人模样 但他宝金风霜的眼神却美得让人心颤 也美得极具力量 这双让世人惊叹的眼睛是苦难塑造的结果 也是坚毅勇敢乐观不屈的象征 从1900到1997年 董竹军用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和抗争 终于迎来了自由和尊严 实现了女性真正的独立 并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让我们向他致解 也感谢李源源老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董竹军角色 本局到此结束 我的人生 我的梦 这一切 仿佛都成了过去 这一切 又仿佛是新的开始